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半夜我一到这里就已经和在座的其中一部分朋友已经见过面 已经激动过了经历过昨天晚上的激动 所以今天我再次面对这样的一个场合能够比较理性比较稳定 为了怕下午还是不能够紧张 中午特意去和我上海的老同学喝了一点酒 我虽然在场不能喝酒 但是少喝两口还不至于酒后乱性 来到上海这个地方 说实在是有点诚惶诚恐 在上海我讲过课 做过报告 但是第一个次数比较少 第二个我昨天晚上已经说了 上海的非常辉煌的非常光荣的文化传统多年来被阉割了 多年来什么一谈上海就谈的是风自修的上海 谈的是资产阶级的上海 谈到上海就谈上海的咖啡馆 然后就是张爱玲 似乎此外上海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刚才中午的时候跟那个韩老还讲过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上海 当然上海资产阶级文化很发达 但是上海这么一个繁荣的大上海 是谁建立起来的 是我们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 上海在这个革命传统方面 在无产阶级文化方面 为什么不讲 在这方面上海同样是伟大 是光荣的 我们有三次上海工人阶级起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这里 我们当年党中央 他最早期的党中央都是战斗在这里的 这些历史为什么不讲 讲上海文学难道非要讲张爱玲吗 鲁迅不也战斗在这里吗 我到这里是不敢讲鲁迅的 因为上海有很多鲁迅研究专家 上海有三个鲁迅故居 都保留的很好 所以我要感谢这个上海人民 我上海还有一个刊 我说上海鲁迅研究 每期我都必看的 上海的学者做朋友 做学问都非常扎实 非常仔细的 所以这个来到上海 我是油然的有一分敬仰 那我也希望这个上海的文化传统 以后要讲的多元一些 要讲的多元一些 比如我 你让我一个东北人想上海 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咖啡馆 也不是张爱玲 当然我也是张爱玲研究专家 张爱玲我也很熟 但是你让我谈上海 我首先想到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名字叫海港 我首先想到的是海港里面的那些工人师傅 马洪亮他们 唱的那些经典的唱段 这个大吊车 真厉害 成敦的钢铁 他轻轻的一抓就起来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 怎样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这种轻轻一抓钢铁就起来的这种状况 只有1949年以后才有 1949年以前 汉奸卖国贼门疯狂歌颂的那个中华民国 有吗 1949年之前 我们上海也有很多资本家 这些资本家只能倒过倒过面粉 然后制造一点肥皂 除了这个之外 怎么能建什么 什么也建不出来 整个的那个49年 我们的炼钢 钢铲量是以十万能计 所以想到这个 上海的确实让我很佩服 特别我小的时候那时代 我小的时候那个时代 我们全国每六块钱就有一块钱 是上海人民创造的 我是在哈尔滨生活的 我们哈尔滨那个 我周围的亲戚朋友 哪个单位的叔叔 阿姨要出差 如果去上海 我们大家都托他买东西的 都托到上海买什么东西 给我们 你知道买什么大白兔奶糖之类的 那时候只要从上海买回来的东西 那就是名牌 那就是质量的保证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假毛伪劣的 直到今天 全国假毛伪劣盛行 上海的假毛伪劣产品都是最少的 很少听到上海产品出质量问题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毛泽东时代 国文打下的基础吗 不光是工业基础 还有良心的基础 所以今天来到上海 我不敢大肆去讲这个鲁迅 另外我的那本书 国文国史三十年里面 也有不少篇幅 涉及到鲁迅了 我讲的笼腾一点 我想讲 就是现代文学 与现代中国的关系 那我的本行是研究现代文学的 这个江湖上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 很多人说孔庆东他就是研究金庸的 比如说孔庆东就是研究打架的嘛 这个所以我经常要去正本清源 虽然正不过来 但是可能一辈子都要忙活这个事 告诉别人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 我的本专业是研究鲁郭博八老曹的 我虽然叫北大醉侠 但是不能喝酒 这个侠也是一种向往 真正侠客是那些站在第一线的工人农民 以及帮助他们去切实维权的那些知识分子 那我出的这本现代文学史 名字叫国文国史三十年 本身就是把文和史放在一起 这个文学史呢从学术上说呢 不敢说有什么学术价值 但是它的形式是很不一样的 它的形式就注重于 让专业内外的人都能赌 那么在我看来 我昨天晚上涉及到一点这个话题 就是我们劳动人民 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江山就变色了 我们无数革命先列 抛头如撒热去打建的江山 慢慢的 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用暴力夺走 从我们手里轻轻的划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并没有一伙庆免摇牙的人说 我们是这个还乡团 来把你的江山夺走 没有啊 可是我们的江山 不经历让给人家了 这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 还在于文化 我们劳动人民容易上当 就是被花言巧语所欺骗 不知不觉兼当 由于不研究语文问题 一字之差 可能最后过了二十年三十年 就失职签了 所以我一直呢 我是有这样 对革命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 革命啊 不能只理解为 推翻政权 掌握新政权 那么一个短暂的阶段 真正的革命 是掌握政权以后才开始的 而这一点呢 我觉得大多数 毛泽东的战友们 都没有理解 在他那个群体中 毛泽东太超前了 他超前的 他的战友不理解他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谁又理解毛主席 我说实话 我就不理解他 我们小的时候 我说阶级斗争 天天讲 月月讲 年年讲 哪有阶级斗争啊 我看我周围的人 都是好人啊 找不到阶级敌人啊 所以觉得啊 这就是上级的指示吧 开车会念再念了就算了 觉得这不是毛主席 小题大做了 不能够理解 他太超前了 那我想他的战友 可能也不理解他 那么 今年是西亥革命一百周年 我曾经在一个学校 讲西亥革命 讲西亥革命百年纪 讲西亥革命百年纪的时候 我就提到 当年郭摩洛先生 有一篇文章 叫甲申三百年纪 甲申三百年纪 写于一九四四年 他是一个历史学家 一九四四年 正好往前推三百年 是一六四四年 清兵入关 大文朝 失去了他的江山 他是纪念 那场历史实践 这篇长文被毛泽东看到 毛泽东马上建议 全党学习 毛泽东为什么要建议 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纪呢 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不能做李自成 将来啊 我们得了天下 我们进城之后 不能处败 从道理上说 毛泽东的这个话 大家都理解 都知道对 但是大家看看时间 那是什么时间 那是一九四四年 抗日战争还没胜利 一九四四年啊 日军一个战役 就把国民党打得啊 屁滚尿流 啊 打打通大陆交通线 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 都节节胜利的时候 只有中国战场是大亏败 今天被有很多人 出国民党抗战了 抗什么战了 所有的国土 所有肥沃的地区 所有经济发达的地区 所有的人民 全部抛弃 日军几万人 能打得才几百万人 丢盔卸甲 从这个河南 一直打到贵重 你是要什么抗战 就那个时候 我们抗战形势都不明朗 可是在毛泽东看来 好像这不是个事儿 毛泽东谈的是 咱们将来进城之后怎么办 就是他 多抄前 所以我想这个毛泽东 当年让全党干部 学习假身三百年纪的时候 我想象我自己也是一个党的干部 假如当时我是一个团长 我是一个营长 我都不理解 这日本鬼子还没打跑呢 你说将来咱们不要腐败 这哪个哪儿啊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伟人 他比我们伟大到多少伟人 在他看来 日本鬼子赶走不成问题 打败蒋介石不成问题 什么成问题 就是把他们都把打跑了之后 那个时候问题才出来 可是他的战友有谁理解了 谁也不理解 又过了几年 七级二中全会 七级二中全会 老同志可能都有影响 毛泽东又说 取得全国生命 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我觉得他的战友们不会理解这句话的 觉得老毛太谦虚了 我们死了这么多人 打败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 你还说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这就是谦虚吗 没有人会想这句话不是谦虚 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真的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当然这第一步很难踢出去 走这第一步也很不容易了 我想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里 革命刚刚开始 前面那些都是革命的前奏 都是为了革命正式开始打扫战场 打扫舞台 1949年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 才开始革命 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革命不是去打人家 推翻人家 革命这个词的本意是改变命运 改变命运 它叫革命 真正改变命运是改自己的命运 所以我们有多少老革命 一旦革命革到他自己的头上 忽然发现自己不革命了 甚至有的人发现自己是反革命了 但是这些老同志都很不错 有的活了一辈子也没想明白这问题 他觉得很冤枉 说这老子革命革了一辈子 把这个脑袋摔在破腰带上打天下 怎么最后我成了反革命了呢 那可能有些老同志呢 我觉得他受了迫害受了委屈 确实想不通 历史应该给他们一些公众的评价 但是从思想境界上来说 可能他们就是没有想明白 革命最后是要革到我们自己头上 是要革到自己头上 如果说革命就是 推翻了一伙掌权的人 然后咱们掌权 咱们掌权了之后咱们过好日子 那何必革命呢 从你的角度说你占便宜了 从老天爷的眼中看 那何必革命呢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鲁迅先生看得非常长远 为什么毛泽东说 我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 很多人不能理解 好人坏人都不能理解 他们俩差这么远 怎么能相通呢 我研究鲁迅多年 我看鲁迅的很多话 恐怕别人未必能理解 但是我想像毛泽东看到那些话的时候 他会拍案 对 就是这么回事 我想毛泽东看阿Q正传 跟别人一定是不一样 我有专门的文章 谈阿Q正传的 就在鲁迅所写的这个阿Q 很可怜的一个农民 被压迫成那个样子 甚至精神都不正常了 被压迫的 所以阿Q是最需要革命的人 阿Q最需要革命 我们呢 因为老人把阿Q当成一个反面形象 我们都不愿意当阿Q 我们就是 我们要批判阿Q的精神胜利法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忘记 我们都是阿Q 我昨天晚上说了 我说我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士大夫 我是要当苏东坡这样的人 我是一个不够格的 一个所谓正义人士 是这个时代逼着我出来 要说这说那 其实我对阿Q的态度 跟鲁迅很接近 一方面我同情他 同时我又不满他 就是用鲁迅原来的话说 叫哀其不信怒其不争 所以说我 总是觉得自己比阿Q高 我很同情他 但我不是阿Q 那么我读了 另一位学者的一篇文章 叫摩罗 摩罗的文章使我很感动 尽管我跟他的立场不一样 我也不能全部同意他的一些观点 但是他有一句话 我很震怒 他说阿Q就是我的父亲 那这句话 是我很受震怒 那么摩罗先生这两年的文章 被很多媒体 被很多人士看成是一个转变 很多人认为摩罗原来是右的 现在是所谓左的 因为我跟摩罗比较熟 但我看来他就没有什么变化 谈到我更是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说他始终都是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上说话 不论他批判共产党还是批判国民党 不论他批判中国还是批判美国 始终都是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上在发言 你如果觉得他变了 不是他变了 那是你变了 是觉得他变了的人有问题 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不如摩罗先生做的这么好 我觉得我面对阿Q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高高待上 还是有点那个士大夫的情怀 但是摩罗一看见阿Q 他就说这就是我父亲吗 他有这样一个情怀 那么在鲁迅笔下写的这个阿Q 他当然是最可怜的人 他需要革命 就阿Q革命具有无可争议的正义性 合理性合法性 阿Q需要革命 因为阿Q要革命 所以中国就一定要革命 因为中国遍地是阿Q 阿Q要革命用不着别人闪动 随便一根火柴一点 阿Q就跟着去了 他梦里就批望革命了 所以这阿Q革命是不可阻挡 可是鲁迅同时指出来 阿Q革命是有问题的 阿Q革命是存在着危险的 这个危机早早就潜伏在阿Q革命的思想里 阿Q所梦想的革命是什么 就是来了一伙白亏白假的革命党 他也参与在其中 然后到了有钱人家里 把人家的床搬到自己的那个小屋里面去 搬到他那个土骨寺里面去 然后这个村子里的女人哪个漂亮 他爱个的想一想 准备从中选择一个 阿Q还是比较有规矩的 还是想 还是逐个的考证了一番 哪个什么缺点 哪个什么缺点 那我们看这个鲁迅弄形象的办法 已经把阿Q的革命图景描绘得很清楚 假如阿Q革命成功了 他要做的就是这样 而且阿Q革命成功之后 他首先镇压的是谁呢 不是有钱人 是自己的阶级兄弟 这平时跟他有仇的人 平时欺负过他的人 正是自己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正是自己的阶级兄弟 那么有些人说 就是鲁迅把中国的这个国民性批判的太尖锐了 太过分了 中国人是这么坏吗 首先这是不是中国一个国度的问题 我们先不说 也可能这是全世界的问题 全人类的问题 但是以后的革命历史的演变 证实了鲁迅的预言 我们看看以后中国的革命的发展 回过头去再去看阿Q政策 就会知道鲁迅的了不起 以后的革命正是不幸被鲁迅言中了 第一千千万万的阿Q都起来了 在我看来 毛泽东所率领的那些他的战友们 其中很多都是阿Q 包括亮剑里的李云龙 李云龙其实就是一个阿Q 当然阿Q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能够提高觉悟 能够英勇善战 能够挚勇双权 能够打下天下来 但是革命之后怎么办 革命之后 师长住一个小楼 这个团长住一个大院 然后开始用公交的车 送自己的孩子去上班 去上学 一开始大家觉得这很合理 没有什么 人家老革命打下天下来 很不容易 老百姓也不会认为这是腐败 但是有一个人看出问题来了 就是毛皮他看出问题了 他看到就我们老百姓说 小时偷真大时偷金 革命刚一胜利 已经开始享受 过十年你们会享受到什么样子 过二十年呢 我死了之后呢 他会想这些问题 老人家会想这些问题 我一直觉得 这个毛泽东呢 你说他有帝王思想 我觉得他是有一点帝王思想 他有帝王思想 不是说他个人要当皇帝 是因为整个我们这个民族 被摧残的水平太低 很多事情只好他来多负一点责任 他要不多负一点责任的话 那很多事情就没人去做 或者就耽误了 我想起当年这个唐太宗 他为什么一定要打高丽 天下已经平定了 唐太宗要发动远征 一定要去打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东北 还有这个朝鲜地区 他一定要打 他为什么要打 他说我不打 子孙恐怕打不下来 我要替子孙把仗打完 我要替子孙把该仗的仗都打完 让子孙无忧 无为厚实忧 那么从封建帝王的角度来评价 他是一个好帝王 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帝王 因为他能争善战 他目光能大 他有全球化的事业 他看到最大的 这个对国家的威胁是高丽 他要去打他 那我想 这个唐太宗这样的 这种人的境界 毛泽东他也一定有 就说好吧 这些人只有我能守折住他 我不守折他们 将来没有人能守折住他 因为他们是开国元老 他们是开国元勋 再说他们也并不怎么腐败 他们不过是 就是享受一点点特权 就到了他们儿子的手里 到了他们孙子的手里 就是革命以后的这个发展途径 都被鲁迅所预言到 都被鲁迅所看到了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去反思 阿Q的革命 他本身潜藏着危机 他本身是潜藏着危机 所以这个毛泽东说 他跟鲁迅的心是相同的 而这些思想都是很高深的 在理论上单独思考都是很艰难的 跟实际结合起来 那很多人更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党 在很长的时间内 文化水平是不够的 这我觉得这是这个 毛泽东经常忧虑的一个问题 他说过 我党假如能有一二十个干部 真正的了解马列主义 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那反过来说 就是我们党人一二十个 了解马列主义的人都没有 所以他很多事情 他一个人孤军奋战 他用了那么多的时间 他去读书 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 就理解为是 他的一个个人兴趣的 个人爱好 他就是读书啊 战争年代捞不着读 后来再当了这个主席了 有特权了 就把全国的好处 都调了他一个人读 不能够从这个 个人爱好角度去想 他读书为了什么 他是替老百姓在读书 替天下人在读书 我这里我也自大狂 吹嘘一下我自己 所以我认为 世界上的好书 我已经都读完了 我现在我要是当一个 资产人类知识分子 我可以活得很好 我现在就一个月不读书 我这生活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教科质量不会下降 我照样可以在学书圈里混下 因为我年轻时候读的书 那他们一辈都读不完呢 我现在为什么还读那么多的 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 没有必要读的书 然后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 找一个自高自大的理由 我替全国人民代读书 我读的书 读的文章 我觉得有价值 我就三言五语的写下来 然后过十天半月 我写一篇博客 就把它们凑在一起 组合组合 反正说邝老师 你的博客写那么长 你得写多长时间 我那不是一次写 就是每天我读书 我都是在电脑上就记几句 这篇文章挺好 值得你读 我为什么写这几句话 不是因为给我自己看 这是给别人看的 所以我把它编成博客 我把我自己现在的一个任务 看成是替天下人再读书 而我们这个劳动人民文化不够 那你就不能掌握文化权利 就没有话语权 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组织功能 完全是靠语言 语言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这是既是人寿之别 也是人与人之别 人和禽兽最大的区别 是我们这个沟通的符号不一样 如果没有语言文字的话 我们人马上就不是这个地球的主人 没有语言符号 我们人就靠着身体 我们这个身体是在生物群中 相对来说很落后的一个身体 人的身体是蠢笨的 无能的 跑又跑不快 天生不会游泳 不会飞 能蹦多高 蹦的又很矮 我们靠着肉体 没有办法跟动物去竞争 我们很快就会被淘汰下去 我们之所以能成地球的主人 是因为我们有了 发明了符号 我们通过这个符号之后 互相沟通 这个人就组织起来了 你一个狮子一个老虎 我不是打不过你吗 我可以有十个人 我两个人在这里吓哭 你那边有两个人挖了陷阱 撑害你 人是充满阴谋诡计的 阴谋诡计是靠语言符号组织起来的 所以语言是最重要的 人寿是区别在语言符号 人和人也是区别在语言符号 谁掌握的话语权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想在文革的时期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注意 学校里的领导权 毛泽东非常注意 这个一个学校的办学方向是什么 学校里谁掌权 那毛泽东非常关心办学方向 办学的方向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是不是为工中兵服务的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建国以后 学校都是党委领导 就以为他是为人民服务的 不是 在毛泽东台来 恰恰是党委出了问题 一方面 毛泽东是这个党的领袖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要要把毛泽东和这个党做区分 我们想 从理论上说 这个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但是假如有一天 党不代表人民利益 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断裂的时候 毛泽东他会选择哪一方 毛泽东是会选择党还是会选择人民 当然毛泽东会选择人民 所以有的人说 文革搞得这么混乱 踢开党委到革命 让我们想 他踢开的是什么党委 踢开的是那个不代表人民 踢开的是刘少奇搞四清运动 那些时候 把镇压人民 镇压底层这个群众的那个党委 所以一旦这个党和人民发生矛盾的时候 毛泽东迅速地站在人民一边 他宁可不要这个党了 当然因此他自己受了非常大的伤害 因为这个党是谁组成的 都是他的战友 所以我说 如果一个人是自私的人的话 你会觉得毛泽东 这个人很不尽人情 跟着毛泽东干革命 一点好处都保护到 你看给毛泽东当个秘书 当个警卫员 当个厨子 能捞到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你干了很长时间 干了很多年 你离开他了 他送你一套 毛泽东选机 就是你开始跟着老毛 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你看你跟着别的一个首长 你跟他十年八年 你离开他了 马上当一个军区副司令员 起码当个触及罢口 很快就到了省部级 跟着毛泽东的人 没什么好处 就是说他真的是 这个没有私心 没有私心 他正面想的是这些大问题 想的是文化问题 可是呢 这个文化问题 恰恰是极度的 我能够体会到毛泽东说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的那个心情 一万年太久 我们年轻的时候 其实还有大把大把的事件 我想毛泽东写出 写他这句话的时候 他岁数已经很大了 他看见中国这个情况 他周围的战友这个水平 有的时候我就感到很可笑 他竟然逼着许世友去读《红楼梦》 我就要体会许世友将军 很为难 就是这老毛 你哪怕你让我读《水谷传》也可以 你让我一个这个 少了一次和尚会让我读《红楼梦》 就让曲和尚遭罪嘛 那是毛泽东 我想我体会毛泽东的心情 就是如果许世友都读《红楼梦》 全打谁还不读 是吧 他一个曲和尚都读《红楼梦》了 全打都你再读了 就是他在文化问题上有一个焦虑 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反思文革 说文革有哪些地方坐得过头了 有哪些政策太急了 我想是跟那个具体的时间 具体的环境有关的 就是毛泽东眼看着 这个中国文化状况的着急 特别看着旁边苏联 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了 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 苏联这个党理论上走向僵化 生活上走向腐败 尽管苏联那个时候 整体的经济状况还很好 力量很强大 他看到了一段话 他不想让中国重蹈复制 在毛泽东看来 他不想让中国重蹈两个复制 一个是英美为代表的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复制 在毛泽东看来 我们要搞现代化 这是没错的 但是我们的现代化 绝不是殖民主义的现代化 不是侵略别人 剥夺别人 就是从内部剥削自己的人民 外部剥削别人的民主 压迫别人的民主 这个现代化的人是搞的 第二个 他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 那社会主义现代化 又不能走向苏联那样 所以毛泽东他身上背负的是 一个既往开来的 一个伟大的使命 而这个使命 又没有人能够理解 即使张春桥 姚文元这些人 对毛泽东的思想 也理解得很不全美 我觉得 如果说他们盲人摸像 可能有点贬低了 没有那么低 但是说 可能是几个盲人合起来摸像 也就是那个水平 而是毛泽东的很多的思想 我们今天就真的理解了吗 我觉得没有 我们只是随着中国实践的发展 忽然发现 毛泽东那句话说得很对 毛泽东那句话 当时没有注意 比如我是最近这几年 我才重新体会到毛主席说 以梁为刚这四个字的伟大 是吧 很中间我没有体会到 以梁为刚 我说这个 现在话就是搞工业吗 现在工业都不搞了 现在戏戏革命数字化了 是吧 你看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三十八军都搞数字化了 每个班都发了一个电脑 是吧 这应该是这个潮流 这应该是大趋势吧 但是近年我忽然发现 我错了 我还是毛主席对 以梁为刚才是对的 我们国家现在 最危险的下下是粮食垮了 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粮食控制在资本家手里 控制在国际资本家手里 还不是我们中国手里 控制在美国手里 英国手里 澳大利亚手里 这个时候才发现 人家一直没有放弃粮食 他卖给你的都是电脑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电脑是垃圾 电脑是最不值钱的 电脑手机是最不值钱的 从你买了它那天起 就天天变质 而粮食是永远需要的 你再想想历史上 什么时候粮食不重要 当一个城市被包围的时候 一个窝窝头 可以换为金戒指 这个时候就知道 粮食是值钱的 就是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 以粮为了 就是今天随着实践的发展 我们回过头了才知道 毛泽东 就是离我们完全理解他 那个时候可能还差得很远 我们说到掌握这个文化 掌握文化的话 在我们高校里边 教科书就是非常重要 我们经常去抗议日本教科书 我们知道日本教科书 它这个歪缺历史 其实教科书从来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 教科书怎么写 绝不能当成儿戏 因为每一代人的基本的思想框架 就是教科书形成的 就是你小的时候学的是哪套课本 这个非常有必要研究 我有时间 我也想去讲一讲 我小时候学到的那些课本 就是什么样子 那我是研究文学的 文学 现在我们大学里研究文学和古代研究文学是不一样的 现在要讲文学史 这文学史呢 本身就是一个权力秩序史 一本文学史教材 讲谁不讲谁 这就有一个权力关系吧 就有权力关系 那么比如说 台湾几代青年 八十年代之前的几代人 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作家叫鲁迅 因为在课本里根本就没有鲁迅 从来没有 你说台湾民主 自由 哪来的民主 哪来的 实际上有这个人都不知道 台湾一直认为现在文学最伟大的作家叫李宇棠 他们不知道叫鲁迅 八十年代 这个 解禁了 才有的学者到图书馆里把这个鲁迅找出来 说还有个叫鲁迅的也不错 而你看我们大陆呢 虽然我们批判胡适 但是书店里胡适的书照要卖 这就是共产党的长方正正 我表明你的观点 我不同意你 我批判你 当然你的书照要卖 别人谁都可以看这本书 你反驳我好了 这个态度才就是不一样的 而 哪个作家占的份额大 哪个作家占的份额小 比如说一本书 一本教科书 比如说四十万字 鲁迅要占几万字 鲁迅放在第几章来讲 是放在一章里来讲 还是说放在两章里来讲 是连续讲 还是翻开讲 是讲二十年代的时候 讲一下鲁迅 三十年代的时候再讲一下 还是把鲁迅放在一起讲 这全都是需要慎重讨论的问题 不同的教科书 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而在我们高校里的这个 文学史教材呢 不论写的好的写的不好的 不论是认真的不认真的 有学问的没学问的 有一个问题都长年以来受到忽视 就是他的立场 我们大多数的文学史 哲学史 中国通史 都是资产阶级立场 当然我不是否定说 资产阶级立场就没有价值 资产阶级立场 一样可以写出 很好的学术著作来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的立场是什么 比如说在文革的时候 我们的文学史里面 革命作家的地位一定很高 革命作家都受到突出 左连五列史 贵甲很长 那么后来我们认为 这不对吧 这是用政治标准 代替文学标准 左连五列史 当然是革命历史 但是文学贡献未必这么大呀 为什么要把左连五列史 讲的这么多呢 我们沈从文是讲了 一页都不到 那我们应该改变这个秩序 把左连五列史讲的少一点 沈从文讲的多一点 那么当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合理化调整的时候 我们可能没有想到 一扇门一旦打开 这个门就要越打越宽 就要越拉越宽 以至于今天 一说上海作家 都说张爱玲 别人不知道 然后就是早晚有这一天 我刚才路上跟那个李海峰讲 今天我们那个有一个博物馆 不是让这个秦桧已经从跪着 变成坐着了吗 是吧 你不管他讲的如何有道理 不管是怎么辩解 我说只要有秦桧站起来的一天 早晚有一天 岳飞会跪下去 对 这是在一个逻辑上的话 老老人家的主意 就像我昨天说的哈 八十年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一首流行歌曲 我们都很喜欢叫军党之夜 不好听的歌曲啊 那当时有一些老同志提一点 我们也是听不进去 他说这军党之夜怎么把战事都唱得睡着了呢 怎么这个不歌颂战事打仗 也不歌颂战事操练 也不歌颂他们佣军爱民的事情 也不歌颂他们去给老百姓什么歌水道 战事在军港里都睡着了 我们当时也听不进去 那战事睡觉有什么不对的呢 战事也累了 回来睡一觉 等到朝霞又红了海面 看我们的战舰又要起毛了 挺好的歌颂 但是今天再一看 果然问题就发生在那时候 自从有了军港之夜 我们的战事就越来越不会打仗了 知道今天部队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师长以下都能打过上 我们的军队 一方面我们说 你看军队怎么不保卫我们呢 叫鱼岛南海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另一方面 真把咱们的军队放出去 还能打不能打 老百姓心里没点 不管你家里有没有孩子 就对上当兵 你是对我们现在军队什么样 是不知道的 而这一切呢 恰恰要回到那个军港之夜去反思 就是今天我们在个舞台上 凡是军队集台的作品 都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越演越漂亮 一个个女兵长得特帅 下面全是超短裙的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部队文化 所以说这个今天的这个学校里的这个文学史 艺术史 变成一种资产阶级叙述 那他们离我们普通大众所欣赏的文学 和我们的感受就越来越远 很多老百姓喜欢的作品 在文学史里面没有 或者占的篇幅很少 或者评价是负面的 以批评居住当成反面的例子来举 这个问题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有所察觉 因为我是从小就要考北大中文系的 自从我知道这个 我可以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没有变过我的志愿 我从小是喜欢文学的 那个很多人是上了大学之后才读的书 我都是在大学之前就读完了 可是我上大学之后 我学当代文学 就是现代文学不管 就是当代文学 我发现我所喜欢的那些作品 在当代文学史里面地位不重要 甚至没有 比如我喜欢平原枪声 我喜欢敌后武功队 这些作品既然当代文学里没有 当代文学里面有的一些作品 又评价不高 比如说红日 红颜 红气度 在我看来是伟大的作品 竟然这个学者想方设法 找他一点毛病 什么作品评价的高吗 一定是这个作品里面 多多少少要跟共产党过不去 多多少少要跟共产党捣乱 一定是批评政府的 批评领导的 不管这小说写的多烂 一定要评价的比较高 我当时觉得 我自己水平低 原来我没看出问题来 原来我喜欢那些东西都不是好作品 你看人家教授们水平很高 原来我还以为是红颜是最好的小说 原来不是 那咱们很谦虚 然后好不容易来到北大 好好学 既然这些教授都比较水平高 那跟着高水平的人走吧 那时间长了 十年八年过去了 咱也成教授了 咱跟人家比一比 我发现很多人 好像没有我有学问 而且不是说今天他都没有学问 就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一瞬 我还是个本科生 他已经是教授的时候 他可能就没有我有学问 那什么是学问 大家可以看我一篇文章 我有一篇文章就叫什么是学问 就是你知道的事多 知道的事系统 知道这么多系统的事 能够灵活运用 这叫学问 那我觉得我学问还是不差 这时候再一想呢 可能是价值观的问题 是立场的问题 是立场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希望呢 有能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说话的文学时 也有能够站在 无产阶级立场说话的文学时 这才是百话其放 我们北大的这个光荣传统 叫做兼容并包 我们北大人都很向往 蔡元培当校长的那个时期 那个时候北大多好兼容并包啊 什么思想都可以讲 这个而且教授 都是处有充分的个人自由 上一堂课 陈渡秀讲男女平等 个性别化 同学们热烈鼓掌下课了 下一堂课换了郭宏平 郭宏平说 一个男人就该娶四个老头 那一样当教授都一样呢 我觉得这是百花其放 那这边百花其放 这这个共产党的国大北大常人 这个我说共产党之所以伟大 就因为它是北大教授党 它是有学问的一个党 它不像国民党 起源于黑社会 不是黑社会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北大呢 变成什么神话 但今天这个北大呢 似乎只包容资产阶级 对无产阶级的包容很少 当然大家不要看最近包容了我 这是因为我的殊死斗争 并不是说赐予我才有 其实北大有很多老师同学 和我是有相同的立场 但是他们不敢说 就是说他们还没混到我这个份上 因为我是在北大 我可以谁都 我是不怕的 我可以指着鼻子骂着 我混到这个份上了 那很多人还是不敢像我这样 那就说明今天呢 这个资产阶级权力还是太大 所以当时文革的时候 毛泽东他为什么要派公宣罪进学校 派军宣罪进学校 这在今天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看来 这都是忽视的 这为毛泽东没文化拍一帮你腿子 拍一帮没文化的这个文盲 进来干涉高等教育 他们不了解毛泽东的这个苦心 就是要改变学校的这个意识形态倾向 但是可惜后来我们都知道 文革的结局是失败了 我们八十年代以来的大学 又重新控制在资产阶级学者手里 一开始还是控制在有良心的资产阶级学者手里 就是他们虽然有自己的立场 他们看不起劳动人民 在他们嘴中农民是贬义词 这都不要紧 他毕竟是长方正正的 他做学问很严谨 用材料说话 没有材料 不说话 不下结论 那这是资产阶级也有良心 但是二十年过去 这一代学者已经去世的去世 退休的退休了 我的老师的 我的老师的老师的一代 都退出学术舞台了 那么今天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 大概是我这个年纪上架了 他们控制了这个学校的发育一分之后 情况就变了 他们做学 没有我们老师的一代 严谨扎实 他们做人 没有那么强的正义感责任感 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 殖民化的学术体制 我们今天这个学术体制 把学校犯成公司 对学校教授实行量化管理 就是你怎么证明一个教授水平高 比一比你今天写了多少字 你今天发表了多少篇文章 发表了什么刊物上 你的文章有没有被美国引用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评价学者的标准 在这个标准之下 很多好人也要变成坏人 所以你看我有时候我就不去批判某某教授 剽窃文章啊抄袭啊 我知道他是被逼良为常 没办法 比如说他那个单位可能归队的就比较死 就归队他今年必须写出五篇文章来 不然某项福利就没有你了 那有的老师没有办法 他只写了四篇 他还剩一篇没完成怎么办 他就想办法动作家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不忍心去指明道性的批评这些人 那么我们北大的环境稍微好一点 要求不是那么严 有时候你突破了不按这个规矩做 上面也不敢把你等着 不敢把你等着 你就硬跟他不讲理 比如说我没有完成五篇 我今年只信了一篇 我说我一篇设不到五十篇 我是可以这么说的 别人不敢这么说 就是今天一页有这样的一个全力 是比较好 所以我一直希望我们能够有 百花齐放的一个学术格局 我的意思不是说学校完全是只为无产地说话 我们要为所有的阶级说话行吗 但是你起码这有无产 你一定的生一样 现在就没有 来学生这个生源 工农子弟所占的比例都越来越少 又有一个数据 就是我是1983年考到北大的 我上北大的时候 北大的学生中工农子弟占百分之四十 今天是百分之十都不到 所以我们可想 这个学校已经变成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把希望寄存在别人身上是不行的 那我想我自己来试试吧 就是我自己讲课 我自己做学问 我是很注重这个立场问题的 我从我的老师那里继承来这个什么扎实严谨求实的这些学风 但是我格外注意一个立场问题 还挺好 我的这些老师还是真正具有北大学风的 他能够允许学生跟他有不同的立场 能够允许学生跟他进行这种比较平等的 比较客观的变论 这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个悠长 在我看来很多学校的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学生越来越像老师 学生都像老师的方向发展 那北大有一个好处 就是学生可以不像老师 你看这学生跟老师是不一样的 甚至学生跟老师的关键是相反的 是可以的 所以我这样讲的文学史 就美其名曰 是人民立场的文学史 人民立场的文学史 那么我这样的讲法呢 可能被这个出版界注意了 中华书局就根据我的讲稿 整理了这样一个考语版的教材 所以我刚才说 我不敢说在学术上有什么突破贡献 我们在形式上是以前没有过的 没有一个老师能把他讲课的 这个考语啰啰啰啰的 就整理出来就能够出版 这个没有 我很注意这种传播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 一个是带有现场感 另外带有鲜活感 另外他能够亚俗共赏 能够打破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 对于他很全面的意义 前面温如明老师的叙利 已经说得很清楚 温如明老师是我大学的班主任 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他是做了多年我们系的系主任 现在今年退休 被聘到山东大学去了 所以我的这个文学史 首先我讲的是他的一个立场问题 我希望我这是一个抛砖引玉 我希望今后我们有比较多的 能够站在人民立场说话的书 文学史是这样的 我这一年来在一个叫第一视频的网站 每天中午做一档新闻直播的评论 我这个评论也没有什么别的特色 就是平民立场 就是平民立场 当年这个 不是当年了 就是一年前的这个节目开播之前 我认识了这个第一视频的负责人 这是第一视频都办了五年了 办了五年呢 就是光赔钱 就是烧了五年的钱 他们说我们怎么办才能够赚钱呢 我跟他说 我说你怎么都赚不着钱了 我说你因为晚了嘛 我说市场都被别人占领了 就现在什么恶心的招人家都持过了 我说你天天现在这个 故意帮美女 天天在上面跳脱衣舞都没人看 市场都被别人占领了嘛 不知道 谁不知道你怎么点击你啊 他说那我们就死路一条了吗 我说还有一件事没人做过 他说什么事呢 我说就是替老百姓说话 我这个事没人做过 我说全国的媒体 要么替政府说话 要么替资本家说话 要么替媒体自己的哥们说话 没有人替老百姓说话 我说这个事话不用说得很好 就说得很差 说得很糟 只要你立场是站在老百姓一面的 马上就有人看 但是有多少人看呢 我也不能保证 但我知道这事没人做过 我本来是给他出主意的 但是我这人经常给人出主意 就把自己卖进去了 结果他们说 那那孔老师你来跟我们做两期吃饭吧 结果我傻不忽就给人家做吃饭去了 做了吃饭就不让我走了 那就就就连续请我吃了两天的饭 说孔老师求求你了 现在就就就你帮我们做 就把我捆到这里了 虽然说这个占用了我很多的时间 但是我这个预料呢 还确实这个都实现了 这个第一视频 在我给他出主意那个时候 他在全世界的这个排名 全世界网站也有个排名吧 在我给他出主意的时候 他在全世界的排名是 960多万 那么就等于没有啊 960多万就等于没有 其实我就从我给他做这个 孔老师有话说 他每天是以十万几十万的速度 在上升 这么厉害 就到了去年这11月份 就进入了世界500强 我是不懂网络技术的 我也真不知道 他怎么做到这个奇迹 这个奇迹就发生了 到去年年底 进入了世界300强 但是进入300强之后 再往前拱就很难了 因为前面那都是抢手 前面都是大公司 再往前那是很难的 光靠一个评论节目 是不可能的 那他得需要百花齐放 他得需要这个资金支持 政府支持 还有人员兵枪马路 大家也能够看到 我那个节目组的 专业水平是比较差的 大家能够看到 这个网站他也不太有钱 但是他又想赚钱 他这力量跟不上 他好不容易有两个好的 这个水平比较高的人 马上被别人挖走 怎么办呢 后来我说 你把你们水平最差的人都配给我了 为什么他可以 别人没有人挖他 我这个队伍是稳定的 所以我这个节目 你要从专业角度讲 真是有很多很多缺点 它就一个好处 就是替老百姓说话 替老百姓说话不要 我说你怕什么 替老百姓说话不怕说错话呢 你不代表政府吗 你不像央视要说错的话 那马上就犯大错误了 是吧 中央电视台敢说深圳政府是反动政府吗 那不敢吧 那除非台长不想干了 那我这个就可以公开说 深圳政府就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政府 那我说你没开过运动会啊 你开个大运会 我八万老百姓赶出去 这不是反人民政府吗 然后这个深圳圣职市政府 据说是花了一百五十万 把我这个视频屏蔽掉 然后就通过中宣部打电话 来这个批评我 说孔老师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们也是党领党下的 我们怎么成为反动政府呢 我是对不起 我说节目是直播的嘛 我当时满腔怒火没控制住 但是毕竟从此开始 就是用鲁迅的话说 就挖了一个小泥孔可以呼吸了 就我们现在需要挖很多很多这样的泥孔 让我们去畅快的呼吸 有一个自己发言的平台 在媒体上是这样 在学校里写文学史尤其需要这样 那我这本书本来是一个现代文学史的教材 但是那个中华书局的编辑们建议我叫 国文国史三十年 我觉得他们这个名字起得很好 中华书局的编辑确实是很有虚数涵养 虚有学术能力 他们看出了这个书的实质 国文国史不是说文家史 文学家历史 而是文学就是历史 文学就是一种灵魂史精神史 灵魂史精神史反而是更真实的历史 我们去看那些 所谓正式的历史书 会发现今天这么说 过了二十年又那么说 那到底哪个是真实的历史呢 这个历史书会变化 不变的是什么 不变的是阿Q正乱 所以阿贵诺书是永远不变的 你无产基的人读了阿贵诺书 有你的一个解释 资产基的人有他的一个解释 他说阿贵诺书没有变 所以保存到文学里这个历史 反而它是永恒 反而永恒 那么这个关于文和史的关系问题 那是一个很专门的学术问题 不做展开 我这里专门谈谈现代文学的问题 现代文学它不同于古代文学这一点 我在这个教材用了很多的篇幅讲它 我在那个我北家上课的时候 前的几节课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现代文学跟古代文学的差别 不是一个时间的差别 不是我们生活到古代就叫古代文学 生活到现代就叫现代文学 那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不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当我们说现代这个词的时候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不是指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之后 就叫现代 现代是一个性质性的形容词 就是同样生活在此时此刻的人 我们可以说有的人很现代 有的人很不现代 我们可以说美国比中国现代 我们可以说中国比柬埔寨现代 就是现在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概念 我们所讲的这个 现代文学跟古代文学的区别 更重要的区别在于 他们所组成的那个人类生存空间 组织秩序的不同 就是现代社会跟传统社会的不同 是在于现代社会是一种 重新组织起来的社会 现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跟古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从这个文化角度来看呢 现代社会是一种崭新的社会 包括我们现代社会谈话的方式 古代基本上是没有我们今天这种开会方式的 大家一排一排的做好 一个人在前面讲 大家都听他的 一听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古代没有这种事情 即使孔子上课也不是这样的 都是随便做 随便做 所以刚才那个我们会议主持者说 不让大家插话 我一听了 在我听来 这就是现代标准 古代随便插话 古代就孔子讲课随便插话 你看那各轮语里边 最长的也就一页话 随便插话 随便问 这是因为古代社会有古代社会的需求 现在有现在的需求 现在社会因为人与人之间是高度斗争的 斗争太残酷 所以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培养 造就一大批思想风格 性格感情都差不多的人 形成一支队伍 得有这支队伍才能战胜其他的队伍 这是现代跟古代的不同 所以我们会发现 现代的个人英雄越来越少 古代是个人英雄越来越多 古代人一个个人英雄 他可以顶替一万人 我们看这个古代写战争的小说 一个人领了一万兵 另一个人领了五千兵 然后就这两个人在振前打 人家在旁边当看客都看着 我们有时候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只要这一员大将战胜了对方的大将 那方就算输了 然后就兵败入山岛 这边就冲过去了 当然这种小说的描写 可能是有夸张之处 但是说明了这个古代特点 个人力量非常大 我们看这个三国演义里边写 官民长去打长沙 只带了五百名消刀手 带了五百消刀手 就能去打长沙 我想想毛泽东打长沙 带了好几万人还没打下来 所以说现在的组织功能 是特别重要的 那人是靠什么改变自己的状态呢 我们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状态 当你坐着你想站起来 你现在是一个农民 你想农管飞 你先有意念 人是先有意念 然后再有行动 这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讲的主观能动性 先有意念和行动 这是一个人 如果是多人呢 多人就需要沟通意念 多人之间就先需要沟通意念 用什么去沟通呢 文字 文字 这是人超过动物之处 那个动物 他由于没有语言 没有文字 他只能沟通最简单 最基本的那几组信息 只能沟通最简单 即使是我们说这个最厉害的蜜蜂 这个科学家研究蜜蜂 他怎么告诉同伴 他在哪里发现了这个蜜源 据这里 多少公里 温度多少 湿度多少 他是怎么传达的 但我想不论这个蜜蜂 他传达的怎么复杂 都跟人远远不能相比 而我们人传递各种信息用文字 可是文字在发展的过程中呢 形成了各种 不同的组织方式 用专业术语说叫文体 组成了不同的文体 不同文体的文字 它的功能是不同的 它的功能是不同的 效果最直接的是政治文章 政治文章直接把目的 原则 程序 命令 都组织在一起 政治文章是最直接的 科学文章是最明白的 要是把一个事讲清楚 那用科学文章 有材料 讲究论证 科学文章是最明白的 不论是自然科学文章 还是社会科学文章 科学文章最明白的 但是 政治文章也好 科学文章也好 都是短命的文章 政治文章 科学文章 全都短命文章 没有人能够长久的 记着一个政治文章 或者一个科学文章 比如说这个 两会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上午温总理做的 下午你就忘了 没有人就记得了 包括那个 胡锦涛主席 那么精心 组织的八戎八尺 谁现在能说出四十以上 是不是 没有人能够记住 我相信他还是找一个班子 这个挖空心思给他编的 还每一句都一边长 句话很整齐 那也没有人记得过 就政治文章很短命 它的当时可能是 效率很高 很直接 效率很直接 科学文章也没有人能记得过 就是你即使得到了 那个科学教育 文章也只望 在各种文章中 只有文学是永恒的 文学是最深入人心的 那么有一部分政治文章和科学文章 能够保存下来 是因为他利用了文学手段 不利用文学手段的政治文章和科学文章 不会流传 不会被人记忽 那么这个 刚才的这个路上 我跟海峰说啊 他跟我提到一句话 他说孔老师 你昨天讲的意思就是 很像当年 抗日战争之前 这个中国人说 华北之大 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锅 你想当时为了动员人民群众 动员学生 动员知识分子 起来抗日 向国内党政府抗议 说你本不抗日 发了多少政治文章 发了多少宣言 讲了多少道理 拜开揉碎 今天谁还记得路 都忘了 我们就记住了一句话 华北之大 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中 这句话恰恰是文学语言 是吧 就可见文学的威力之大 有了这句话 就是 胜过千言万语 我们马上知道 当时是个什么时代 如果今天有人说 学生就要看书 学生怎么能出来管 国家大师 学生能够抗 能够去抗议政府 所有对学生的这个 震压 污蔑 我们都可以用这句话 去反驳它 这句话的力量是大 你不可想象 八十年代 我在北大 是经常参与游行的 每当那个政府来 不让我们游行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句话 来抵挡 华北之大 放不下一张平静的出锅 领导一听就慌了 所以说 我们八十年代游行 除了最后那一次 我们全是胜利的 就是政治问题 没有解决 伙食全部得到改善 最后 起码用经济问题解决 所以你一说 就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它就梦了 因为这句话 你看上去是文学话 它特别有力 它背后代表了一种 你否定你执政 合法性的问题 就是说 不是我不读书 是你不让我这书桌 放平稳了 所以可见 这个文学它力量之大 为什么文学力量这么大呢 因为文学是人生的全息模拟 政治和科学只是从一个侧面去描写人生 文学是把人生的全景 全息的模拟出来 好的文学作品是精彩的模拟 模拟的不好的被淘汰了 文学的优秀的作品是精彩的模拟 所以我们文学史中所提到的那些好的作品 应该是人生的精彩模拟 所以你写一百篇 论封建社会的反动性 这样的论文 你还不如一篇狂人日记 你不如狂人日记 其实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指出 这个仁义道德 看了半夜 从字里行间看出两个字是吃人 其实这个吃人的思想并不是鲁迅发明的 前面早就有人说过了 有人用论文的方式说 这个仁义道德 就是吃人的 什么什么的 说了很多人他没记住 这鲁迅用一个狂人日记 全民族都记住了 而且大家还脚往过正了 中国文化就是吃人的文化 我想狂人日记讲了很多年 最后是从外国人那里得到的一个反馈 外国人说 我们国家也是这样 我们国家文化也是吃人 我才知道 你看鲁迅说的不光是中国 当然鲁迅的主要指的是中国 但其实他指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那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你写一百篇论辛亥革命与社会的脱节 也不如鲁迅先生的一篇药 你看鲁迅先生的一个转篇小说药 辛亥革命的问题基本全都包含那里边 无产经济找到无产经济的提示 资产经济找到无产经济的提示 我今年也不止一次讲过险害人民的问题 我是用这个演讲的方式论文的方式讲 其实很多这个灵感都来源于鲁迅的药 就因为文学是全息的 它里边包含着说不尽的含义 就像生活本身一样 又是生活提纯的 所以文学的这个功能 它胜过其他任何一种学文学科的这个功能 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历次政治运动中 总是作家首当其中 所以原来我也不太理解 你不是搞政治运动吗 搞政治运动应该主要搞政治家吗 应该主要搞当官的 我现在为什么总觉得不要搞政治运动 因为我知道一搞政治运动 首先倒霉的不是政治家 是作家是文人 我原来应该想不通 现在想明白了 确实文学其实是政治 还不是一般的政治 把文学当成风华雪月的人都错了 都上当了 文学根本不是风华雪月 文学非常残酷 那我记得我去年讲现代文学的时候 我就对我们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说这句话 因为现在呢 中文系的女生越来越多 男生越来越少 这是我说此国之所以不畅言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那么优秀的小伙子 他不去学中文 不去学哲学 不去学历史 都去学什么这个什么工科 你甚至学理科也应该学书理化 应该立志当爱因斯坦当牛顿才行 都去学那个急功近利的工科 学习一些什么修理下水道之类的技术 出来以后就能办一个修理下水道的公司 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 而且女生呢以为自己能学好文史哲 都是错误的 我说女生是不适合学文史哲啊 文史哲是非常残酷的学问 需要面对自己的良心 需要面对那个血腥的厮杀 需要面对政治上一个又一个的二元 那个二律背反的难题 每天都要面对一个道德的选择 没有坚强的意志 一个一颗博大的心灵 学不好这个文学的 所以我这样说的时候 那个我们系的女生都向我抗议 两次向我抗议 还不写了信 问我骑士女生 后来有一次上课我就向他们道歉 我说我不是这个骑士女同学 我说我是激励你 你现在因为你已经选择了学中文 没办法改了 但是你听了我的话 你就知道文学不是风华曲 不是学了文学之后 当你一种高级的精神价格 表示你有文明你有修养 不是 你要通过这个 要有一个强健的心理 而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就是现代文学所担负的任务 我们笼统的说古代社会的时候 是先有了这个社会 后有了这个文学 而现代社会不一样 现代社会是先有文学 后有社会 后有国家 先有了现代文学之后 才有现代民族国家 那这里就涉及到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理论 那么这十多年来在学术界 这个很流行讲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 分成一个一个国家 然后分成一个一个国家 这个情况很类似于我们春秋战国时期 而中国这个文化走向繁荣走向高峰 恰恰是春秋战国时期 而现在我们在全球的范围内是一个大的春秋战国 可是并没有一个全这个春秋战国时候的这个全世界的文化理论 就是美国不小心成了全球的老大 可是他并没有准备好一套怎么对付这个世界的策略 思想路线方针都没有 他本来就是一个强盗 成天抢别人打别人 抢着抢着打着打着 没想到自己成老大了 没人敢惹他了 现在大家拥护你当村长了 他不会了 大家都拥护你当村长的时候 他不会当村长了 就是继续把自己当成一个强盗 所以大家对村长很失望了 现在是这样一个时候 就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这个时代就叫现代民族国家 就是每个国家只雇自己 什么叫理想的村长呢 就是他不是雇他自己家 是雇全村的家 把全村都建设的好好的 其中包括他家 这叫好的村长 就我们中国文化是有这个 有这个理论的 有这个概念的 我们中国有一个概念叫天下 西方国民族就没有天下这个词 在座的如果有英语好的朋友 你试着翻译天下 怎么翻译成英语 是天底下吗 是吧 什么叫天下 英语没有这个词 天下不是世界 天下绝不是世界 天下不是 一会儿我来跟你讲天下理论 我这里专门有本天下的书 就是天下是没有办法翻译的 我们中国的一些 最基本的这个理论术语概念 是一种人类文明最高级的概念 西方文明根本没法对应 假如说我们这个中华文明的高度是一百米的话 西方文明的高度是三米之下 不是三米 是三米之下 根本就没有办法对应 我们都是用我们一些非常高级伟大的词 去翻译它非常低级的词 时间长了之后呢 他以为他跟你是一样子 就比如我们仁义道德这几个字 西方人是永远没有办法理解的 除非他学中文 谁要他不学中文 他在他那个语言里边 他就是坐井观天 他永远不知道天多大 他不懂什么叫仁义道德 他以为就是做好事 做好事 他不知道我们这是多么 精神复杂的一个概念 那么就刚才我说天下这个概念是没有的 西方人脑子里最大的就是国家 他说的世界就是你打我我打你的 国家的一个组织关系 所以他当了村长之后 首先想的还是他们家的事 想的还是阿Q的事 就把你们家的床搬到他们家去 床搬走了再搬椅子 能搬多少搬多少 所以这是我们活着这个世界的关系 而古代是没有这个现代民族国家观念 按照现在这个民族国家理论呢 理想的国家状态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动乱都起源于这种理论 都起源于这种认识 所以这种理论呢 即便于帝国主义侵略瓦解其他国家 同时又便于殖民地人民造反独立 它是个双刃剑 就是帝国主义拿着这个去颠覆别的国家 你看中国怎么56个民族啊 你们应该分成56个国家 我到外国就多次遇到过这种事情 包括我在日本在韩国 我教学生特别好 学生对我很有感情 但是说他说我们喜欢孔老师 但是不喜欢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中国侵略了55个国家 你们自己说的话 你们56个民族56所花了 那55所都是你们摘来的 因为根据他的理论 就是一个民族就一个国家 你中国公然说自己有56个民族 那就是你夸佔了55个国家 这是民族国家理论必然带来的 就是他希望你分裂 而这个很多地方被压缝的民族呢 又可以借用这个民族理论呢 来搞独立 而这种问题古代是没有的 古代社会可以多民族一国 也可以一民族多国 这民族和国家不是一一对应的 这也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状况 世界上是天然的客观的存在着 数量固定不变的若干的民族吗 不是这样 民族是先有理论 后有实体 民族是被我们构建出来的 我们按照某些人类的特性 把某一群人固定的命名为某族人 比如这块的人说话 跟这边的人不一样 他们的婚丧嫁娶习惯 跟他们也不一样 找了一些特点 于是说你是A族你是B族 这是划分出来的 我们现在说中国有56个民族 我说为什么不能是58个呢 为什么不能是100个呢 如果我们仔细划分的话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划出100个民族来 比如说苗族可不可以再分出7、8个族来 宜族不可以分出7、8个族来吗 汉族不可以吗 我们可不可以把广东划成一个族呢 那广东人才说话跟我们不一样吗 长得也不一样吗 是不是 那我认为广东叫岳族啊 那福建叫敏族 如果将来有这个就是一种分裂主义势力的话 他是完全可以造出这种理论来的 他如果有人要策动广东独立 他就可以造出这样一个理论 说广东人不是汉族 是能造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理论 是造成现在世界格局的一个基础 那么中国古代 不是这样看待民族国家 我们今天领导人不经意说的 中华民族是个融合 融合 我们为什么老讲融合 就是中国人其实不太看重血统这件事 为什么说血统论在中国不得人心 西方文化说白了是血统论 尽管他们血统乱七八糟 这个血统又乱七八糟的人 他越讲血统论 而我们血统不乱七八糟的呢 反而我们反对血统论 反对血统论我们是什么论呢 我们是文化论 天下论 中国古代看一个人和另外一群人 他的关系紧密程度 不以血缘论 以文化论 那么刚才我说 我要推荐大家看一本书 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最有名 最有实力的哲学家叫赵青阳 因为大家都不关心这个学术发展 我有时候向大家介绍一本书 赵青阳的年纪跟我差不多 比我很大两岁 北大哲学系毕业 我们现在很多哲学系的教授 你只能说他是哲学学家 他不是哲学家 他知道一个问题 黑格尔怎么说 康德怎么说 马克思怎么说 你问他怎么说 他没有 他没有他自己怎么说 他只知道别人怎么说 所以这些人 他是哲学教授 但不能说哲学家 哲学家要有自己怎么说 这才叫哲学家 那么我们这个赵青阳先生 写了一本书 叫天下体系 他也是重新来论述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这个关系 我念两段其中的话 这个赵青阳先生说 西方政治哲学 从根上就错了 它的基本方法论 本来就成问题 丛林假定 就西方文化 他们的假定是世界是一个丛林 丛林法子 就我们都是在丛林里的猴子 你争我多 丛林假定 可能是个普遍承认的事实 可是对于事实提出的 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西方哲学的理解 确实非常可疑 这个话说得很道 明白 他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们说的这个丛林法则 现在是事实 即使人的道德不那么好 但是你们提出的 那个解决的办法是错的 虽然 无论是中国哲学 还是西方哲学 都是试图修正那个危险的丛林事实 但是各自的修正方法 却很是不同 西方哲学 不想修改丛林事实的 内在逻辑 括号 即私欲至上的逻辑 就是西方哲学 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呢 就是人都是王八蛋 谁也别说谁好 谁也别说谁不好 人都是私欲至上的 既然他的 世界观的根源是这句话 但人最后就可以无恶不作 为了让人不无恶不作 那怎么办 他用法律来约束 就是 你恶我比你更恶 所以这个西方哲学 不敢不想修改这个内在逻辑 而只想修改这种逻辑的表现方式 只想把那种无规则的野蛮争夺方式 修改为有规则的市场争夺方式 而又默许 只要一旦有条件超越规则 就可以恢复无规则的争夺 表面上有法制 有市场规则 这个规则的前提是 你打不过我 我也打不过你 一旦我能够打过你了 这个东西又另一张废 所以他括号说 例如在拥有明显暴力优势时 就超越国家之间的协议 国际法或联合国 是吧 联合国就是一个市场 这个管理所嘛 是吧 联合国是管理这个 所有的市场管理所 可是美国力量强大了 联合国都不放在眼里啊 一旦他有军事优势 暴力优势的时候 他就可以恢复到 他那个野蛮逻辑的状态 就是这么一看 所有的法律都是假的 在我们中国 大家都知道啊 某些权位人物 他可以不遵守法律 法律只管小名 在国际上一样 法律管不了美国 与此不同 中国哲学要修改的 正是丛林事实的内在逻辑 他试图通过创造一种 新的人际逻辑 比如由道德和理智 所定义的人际逻辑关系 以替代自发自生的丛林逻辑 有时候这种差异 会被各于吹捧中国人的 中国的人 说成西方认可恶 而中国认可善 这样的理解恐怕不太正确 而且没有学术意义 其中含有道德上的自大 而这种自大 又恐怕缺乏经验证据 我们不需要这种文化论争 真正重要的差异是 理解政治制度的 方法论上的差异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不说中国西方 谁好谁不好 我们先明白 它是有差异的 就是他们是那样认识问题的 中国文化是这样认识问题 我们的认识不同 先不要着急去考验 谁好谁不好 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哲学 是有优势的话 它只是方法论上的 纯粹理论优势 而与道德水平无关 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网络上可以经常吵架 一吵架就是谁好 谁不好 谁善谁恶 但是回到学术问题上来 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放下 先不说谁好 谁不好 我们是从方法论上讲 就是中国的这个方法论 是可行的 它是能够真正改变这个世界的 而西方政治哲学 它的出发点 只会使这个世界越来越坏 我们看一部西方文明史也看到了 它每一段发展到一个高峰之后 就由于恶的无限膨胀 那个文明就崩溃了 所以西方的历史是一段一段的 再强大再邪恶的帝国 也会崩溃像古老马帝国一样 不论它发展都这么大 最后就恶膨胀的 无法膨胀 像恐龙一样 就自己灭绝 它不像中国恶到一定程度 会回到上 中国是循环的 一个王朝刚建立是挺好的 然后后来腐败 腐败到最后人民起义 推发了坏皇帝 选了一帮人 好皇帝好官僚 又重新恢复了 所以中华文明是延续下来的 这是这个赵天阳讲这个中西政治哲学的基础 那我再念他一段话 讲这个天下 为什么在中国哲学中 有着天下这个高于国家的利益 价值和责任单位 而在西方哲学中却没有 这西方是没有天下这个概念的 这很可能与基督教改造了西方思想有关 希腊哲学虽然没有等价于天下的概念 希腊的世界概念虽然是单薄的 而非全方位意义的世界 但他考虑到了 Tros必须成为Cosmos 才能成为世界这样的 普遍形而上学问题 因此他有可能在逻辑的路上 进一步发现意义饱满的世界概念 但是基督教的胜利 把分裂的世界概念带进西方思想 他剥夺了关于人间世界的完美和永恒理想的想象权利 并且都归给了天堂世界 于是世界就仅仅是个科学问题 而生活变成信仰问题 所谓世界观就停留在自然的世界观上 而不再发展为人文的世界观 这赵天阳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目前为止 全世界的哲学家没有认识到这个程度的 宗教的真正危害 并不在于无神论所批判的虚妄性上 而在于他理解世界的分裂性方式 他把世界划分为神圣的和异端的 而这种分裂性的理解 是几乎所有无法调和或解决的冲突和战争 迫害和征服的思想内源 赵天阳先生用很学术的语言 把这个天下观念 在这个映照之下中西文化差异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正是因为你有一个天下观念 像我昨天晚上昨天所讲的 万类双天净自由 毛泽东不经意写的一句词 万类双天净自由 就是天下观念 楚天之下各有各的自由 英机长空 鱼翔前底 都是自由的 鹰不能要求鱼去飞 鱼不能要求鹰去游泳 这叫万类双天净自由 这是天下观念 而不是天下观念 就一定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 他即使对你很好 也是充满优越感的对你好 就像那个基督教来像你传教一样 他觉得你很可怜 因为你不信教 你不信教 你就是个迷途的羔羊 他说你再好 像抚摸一头羊一样抚摸你 他希望你早日的皈依上帝 你皈依了上帝之后 他还不闲 他又去皈依别人去 所以基督教永远是扩张和征服的 他永远完不成上帝给他那个任务 扩张和征服 就是灭掉别人的一个自由的灵魂 每次都是这样 我在国外的时候 就经常跟基督教进行游戏 其实我很熟悉基督教 我是常读圣经的 我上大学之前就开始读圣经 我断断续续读圣经 因为我出门的时候 一般带一本方便携带的书 而那个圣经印的比较秀真 把这个人的教会说的比较好 我出门经常带一本圣经 我就被人家看见了 特别到了国外被这个教会的人看见了 他们马上很兴奋 觉得又可以拿下一个猎物 特别是后来得知了我的身份之后 他们激动了 他们想要往北大的孔和尚拿下 成了基督教徒 那在上帝面前不是齐功一见吗 所以有的时候每个礼拜天都来动员我这个入教 而且让我到他们教会去 其实我就是去骗吃骗喝酒 去了之后我就是什么发圣餐 什么就告诉我 这是耶稣的身体 然后让我吃这耶稣的身体 我说你能吃吗 他说能吃 每次到那儿都吃这耶稣的身体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这个上帝怎么怎么好 然后他们讲累了我也给他们讲 你讲上帝如何如何不好 讲来讲去呢 他们其实对我跟我比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研究过圣经 我研究的比他们多 讲来讲去把他们讲的信念快动了 其实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歧视任何一种宗教 你和尚也行 老道也行 你是牧师也行 你阿宫也行 我们作为中国人都能切实感到 我们可以拿他们开玩笑 但是并没有从心里往外的那种歧视 说和尚就敌人一党 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想法 我们中国只不过说 你和尚有时候也偷着喝酒吃肉 我们是这种说 就是开玩笑的 并不认为和尚吃肉 就是说他这人格就不行了 这是真正的胸怀佛大 而西方文明他只要信一种教 他就认为信别的教的人都不如他 他对你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宣传你入教 如果不入就要灭掉你 而且他灭掉你是发动圣战 他都有一个美丽的旗号 现在发动的不就是民主自由圣战吗 这还是一种十字军 就是十字军的思想 所以这种思想不灭 这种思想不灭 那么这个世界上战争就不会停止 而且他把这个东西和这个民族结合起来 他把有些民族就划分为 就是故意的说成是上帝的子民 我今年九月份去了几天以色列 考察一下 吃起考察一下犹太教这种东西 犹太教也是这样的 犹太教当然你说他很有力量 很了不起几百万人口的以色列 在几亿阿拉伯人的包围下 竟然能够成天是他打人 也不是人家打他 力量从何而来 就是他坚定的相信 我们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你们别人都是人渣 只不过现在我们不好意思说而已 我们人太少 他们人大了 一定会说你们全人渣 上帝就选了我们 我在那个地方我也挺惊异 你说他们那个生活环境那么恶劣 当年摩西带领他们 这个从埃及走出来 遭到以色列这片地方 沙漠高温 植物什么都不长 人在那样的环境里怎么活呀 一般人在那样的环境里 肯定认为自己错了 而犹太人不是这么讲 犹太人每次遇到困难都认为 这是上帝对我的考验 熬过去就行了 而每次还真的熬过去了 一旦熬过去又证明 先前的想法是对的 你看熬过来了吗 证明这是上帝对我的考验 所以他是真正的 这个愈挫愈愤 就是越有困难才越昂扬 但是越因为这样呢 他就越看不起别人 我们光看到希特勒 这个法西斯迫害犹太人 我们没有去想 为什么迫害犹太人 其实西方文明都是这样的 就是都是互相迫害的 不光希特勒迫害犹太人 英国美国法国苏联 谁不迫害犹太人 所有的西方文明的民族国家 都迫害犹太人 只有中国人不迫害犹太人 实际上最 对犹太人最好的就是这个中国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中国 这么支持阿拉伯 反对以色列 但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很好 以色列特别感谢中国 就抗战期间 就是那个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中国人救了多少犹太人 就在上海 就在上海给那么多的犹太人都拯救了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在河南开封 有一帮犹太人 他们完全同化成中国人 这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奇迹 犹太人是最不可同化的 在任何地方 他都坚持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宗教 只有在这个中国 河南开封 有一伙犹太人 他们那个要求 以色列政府承认他们 以色列政府派了人来考察之后 不予承认 说你们算什么犹太人呢 说的是河南话 吃着羊肉烩面 犹太人 犹太人 所以他这很奇怪 只有中国这个天下观念 可以超越民族 而这个思想呢 就是我们古代 孔孟之道里头讲的 夷下之变 就是夷下之变 什么叫夷下之变呢 夷就是蛮夷的夷 下就是华夏的下 我们古代讲的这个蛮夷和华夏 不是一个民族观念 不是说我们汉头人是华夏 其他少数民族是蛮夷 这是不对的 这是我们用今天的这个民族观念去理解 古人不是这个意思 孟子讲的很清楚 你虽然住在中原 但是你不读圣人之书 不行礼乐之事 你就是蛮夷 你虽然住在四野 你住在山海经写的一些荒凉的地方 但是你读圣贤之书 你行礼乐之事 你就是华夏 这是儒家讲的 夷下之变 那这个区别就不是血统的 不是民族的 甚至不是地狱的 它是文明的 它是文明的这样一个区别 就是你只要是文明的 你就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文化 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中国文化 就是说我这个 查了我的家父 我是孔子的后代 所以我就高人一等 绝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行仁义之事 你就要受到批判 所以我说这个 批林批孔有时候不合理 特别是我们孔家的很多后人 难道就因为你的祖上是圣贤 你就批不得 你就动不得吗 孔府跟孔子有多大关系 孔府不应该批判吗 那你查查史书 孔府做了多少圈的事 在这个就是 一个封建社会 给了孔子一个圣人的这个称号 把区府画出来 做我们老孔家的这样一个免税区 这个地方全由老孔家掌握 已经享受了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了 然后你还要欺负这位的陛下中农 甚至打死人不偿命 这不就是当年的官二代吗 那么批人批孔的时候 陛下中农出来把你们臭骂一顿 这有时候不合理 这和这个孔子的思想 发扬过骂 这是两回事 所以不要讲这个确统 在中国任何时代讲确统 都是不得人心的 文革初期一部分激进的红维兵 提出这个什么老子英雄而好汉 什么老子反动而混蛋 这迅速就被毛主席劈成了 就是北京联动的一伙红卫兵 其实他们本身就是高半子弟 后来就毛泽东都抓住了 就是这些人 他不能代表这个文革的主流思想 所以中国的这种一下观念 中国的这种天下观念 他的结论是天下应该由什么人来掌握呢 是有文明的人 有道德的人 有文明有道德才得天下 所以中国特别强调有道的问题 有道理无道 一时胜负仍然暴力 这个长久的胜负就看谁有道 就中国历史 最后凝集在文学作品中的时候 看的都是谁有道 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 他为什么那么歌颂刘备 我们知道这个按照历史的真实 其实曹操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毛泽东是站在这个真实的历史的角度角 这个他给曹操平反 可是不管我们怎么给曹操平反 老百姓他就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就是喜欢刘备 他为什么喜欢刘备呢 就因为三国演义里面描绘的刘备 是一个有道的人 他自己打了败仗 还带着那么多老百姓逃难 老百姓就看到这一点 说这个人值得跟 他逃难的时候还带着 带着十万百姓 所以老百姓是跟着有道的队伍 这些文学作品树立了中国的道德观 不然你又没有办法理解 中国这个文学和历史的落差 因为我们中国人从南到北都拜关公 关公是很多 具有很多功能 关公是战神 关公还是财神 关公这个功能甚至都超过孔子 就是孔子只是读书的人拜一拜 我儿子进行考大学拜拜孔子 明年考上就不拜了 关公是永远拜的 但是你要看历史很奇怪 关公有什么好拜的 关公是拜君之将 关公是打了几个很关键的败仗的 另外关公还当过叛徒 关公居然投降给曹操了 这曹操手下孟平其妙干了好几年 用我们文革的话说 历史很不清白 关公又在文革的时候一查 这历史很不清白 可是这样的人他是神 就为什么 就是老百姓认为他是有道德 他有道德 他有文明 就是说虽然说是跟着曹操干了好几年 但是为了等待机会找到大哥 不找大哥不行 因为什么呢 嫂子还在他身边呢 他带着嫂子呢 关公为什么晚上要夜读春秋呢 就证明他是一个人过的 就是说这些细节都是有用的 就是嫂子睡觉了 他在蜡烛下来要读春秋 他为什么不读小说要读春秋呢 因为春秋是很正经的书 读春秋不会产生别的想法 通过这些描绘 他就讲了一个道德上的玩人 所以他打败仗和投降 这事都不管了 所以就树立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种文化观念呢 刚才我说的是赵清阳的论述 古希腊还多少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古希腊是出圣人的 就是苏格拉比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用我们中国的概念说 还可以算是圣贤 但是古希腊之后就没有了 这个原因当然可以各个学科的学者 去进一步研究 比如其中有一个原因 刚才这个赵清阳讲的基督教 但基督教是很晚 很晚才起来 在我看来比基督教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可能是文字的原因 就是西方那个语言的记录符号 它不是文字 它是字母 这是我们两个文化最大的差别 任何人一看就知道 我们跟他不一样 我们有字 他没有字 西方只有词典 没有字典 在我们中国字典词典是两回事 但是我们翻译成西方语言的时候 只好稀里糊涂翻译成一个词了 他哪能知道我们中国有词典还有字典 啥叫字他明白吗 他不知道啥叫字 他知道词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因为西方它是字母 字母是记录发音的 而发音是随时消失在空气里的 说了这句话一秒钟之后就没了 然后赶紧用一个字母记下来 可是我一年之后再同样说这句话 语音会发生变化 语音是不一样的 语音是不断变的 一百年对语音的变化很大了 五百年前的人说话 我们是听不懂的 你说你是老上海 其实一百年前的老上海活过来 他说话你听不懂 老北京也是一样 老北京听不懂 一百年前老北京人说的话 语言是不断变化的 那我们中国的文明靠什么传序 靠文字 你说的话我虽然听不懂 你写的字跟我写的是一样的 你离我两千五百年前 你说是我祖宗 你写有朋自远方来 为乐 我一看 哦 是我祖宗 看字看明白的 你说话我听不懂 还以为你广东人 这是中华文明 他厉害之处 所以有了汉字 中国既能在空间上 形成大一统 又能在时间上 形成大一统 我们既是能够 春龙江人和广东人和云南人都是同胞 空间上我们又能跟孔孟老庄是同胞 所以我们在时空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可是西方呢 他没有 他是随时记录此时此地的发音 那发音记录下来是五百年之后就读不懂了 比如现在要读沙士比亚 得专家才能读懂 那个沙士比亚没有老师讲 就让学生自己读了读不了了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给小孩一本唐诗三百首 只要他认字 大人不用讲 他自己读了读了就明白了 那床前明月光还讲什么呀 不用讲 黄河之给天上来不用讲 而这个西方不讲是不行的 由于没有文字只有字母 这就是西方形成一种巴别塔文化现象 西方讲的这个巴别塔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各民族的人一块盖一个通 修一个通天塔 这个塔修成了之后人就上天了 然后上帝是看了之后很忧愁 上帝说人要上天怎么办呢 他要破坏这个人类 怎么破坏呢 就让这个人的语言发生混乱 就是意大利人听不懂西班牙人说话 西班牙人听不懂法国人说话 然后这个大家这个塔永远修不成 人就永远不能上天 这是西方最重要的一个典故巴别塔 所以这个巴别塔文化就说明了西方文明 它是一种分裂的文明 这个分裂的文明又建立在语音中心主义上 所以他的国家一旦发展大了 变成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时候 最后就要分裂 跟中国正相反 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始终都是多民族的 不但我们这个汉族人当皇帝的时候 可以是多民族国家 其他的民族的人当皇帝的时候 也是多民族国家 一开始的时候由于有民族之间的这个杀戮 会有民族情绪 时间长了就没有了 比如说满清入关 满清入关杀了很多汉族人 一开始会有抵抗 但是后来如果这个满清他统治的比较好 过了两代人三代人也就不抵抗了 慢慢的大家觉得这天下很好 那么后来我们推翻满清政权 但是孙中山他们重新要举起民族主义旗帜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旗帜就是从西方来的 怎么推翻满清朝廷呢 就得挑拨民族这件事 所以我们今天都说我们是炎黄子孙 你看看我们中国哪朝哪代拜皇帝 炎黄的黄 这才一百来年的事 就我们说我们自己是炎黄子孙 这件事就一百来年 就是孙中山他们为了革命宣传 所以今天我们有些领导人 不懂这个历史还在那里乱用 我在好几个场合 我说领导人千万要慎重 不可随便说自己是炎黄子孙 那样就会伤害了少数民族的心 人家少数民族不是炎黄子孙 我说你去说我们都是中华儿语就行了 不论哪个民族 我们大家都是中华儿语 这才是对的 你老说我们炎黄子孙 动不动还去拜皇帝 拜炎帝 那少数民族怎么办 你不是鼓励少数民族独立吗 他说哪个不是炎黄子孙 那我们是另外的子孙 我们有我们的铺腾吗 所以这个民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多民族的罗马分裂 英国搞了那么多的殖民地 号称日不落帝国 最后他也要分裂 因为他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 他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 那么今年我把我在别的地方讲辛亥革命的一个一点思路 也放到这里给大家讲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辛亥革命 其实在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 中国有四分五裂的危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辛亥革命举的是民族主义旗帜 虎昌成仇旗帜 举的是十八省光复旗帜 十八颗星 就是模仿美国的那个星条旗 一颗星代表一个州 我们中国一个星代表一个省 十八省旗帜 这十八省就是汉族所在的十八省 这个革命当然具有正义性了 可是这个革命恰恰存在着一个危险 就是使中国分立 如果汉人起义 脱离满清的统治 那藏族可不可以脱离 蒙古可不可以脱离 新疆可不可以脱离 苗族 瑶族 乙族 可不可以都脱离了 不到我们西部的广大地域都可以脱离 就是我们东部的每个省 里面还有民族聚居地区 我们有很多回族村 这个村 那个村 人家都可以独立了 所以这个理论包含着巨大的威胁 幸亏武昌起义军没有打到北京 我们今天说西海革命推翻了 满清的什么封建地制 这是一种文学性的描述 其实不是推翻的 啥叫推翻啊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这叫推翻 是吧 我们的解放军打进南京 一个战士 是吧 爬到总统府上 一脚把青天白日期提下去 插上红旗 这叫推翻 新海革命是推翻吗 不是推翻 新海革命就是在武昌撑头 起义闹 然后人家派了袁世凯来镇压 袁世凯随时灭掉你 袁世凯只是出于别的目的 不灭你而已 袁世凯随时都可以灭 所以这个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 是人家满清朝廷 降了一道诏书 让为民 从国际法的角度讲 不是推翻 用我们中国古代一个词叫 善让 叫善让 那么当时这个武昌一起义 蒙古 王宫 西藏的活佛 各个民族的头人 都给中央来电报 说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的这个朝廷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党中央 这几个自治区就给党中央发电报 说听说有几个省叛乱 中央什么态度 你们表个态 你要说镇压 我们这就派兵 秦王 我要秦王 镇压 这些汉族人的闹事 你要说不镇压 你要说让他们独立 那我们是不是也独立啊 你按照一个理论 你叫逻辑的统一 他说汉族人不愿意受满族人的管 那我蒙古人 为什么也受满族人管呢 就是西藏 蒙古 新疆 为什么能够在 我们中华的这个大一统之下 它建立在什么理论基础之上 天下理论 建立在天下理论 绝不是民族理论 如果是按照民族理论 每个民族都要独立的话 那中国不止分裂成七块八块 那每一个省还要再独立 每一个省里边还要再分 所以当时呢 这个 不管我们今天说满清朝廷 多么腐败 多么反动 最后这件事做的是大公一件 而且还是孤儿八母座的 龙玉太后 龙玉皇后和六岁的宣统 发的这道招书 那个招书我没带来今天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 最近 我有那个影音见 最近 这个武昌起义 各省的人都要独立 都要共和 我们俩俩想了半天 既然你们都要共和呢 我们也就尊重大家的意思 咱也就别打了 就尊重你们意见 就共和了吧 现在呢 我们就派袁世凯做这件事 找令袁世凯 组织共和政府 这是这道招书的 大概的意思 我们还有了这道招书 他不但是把一个政权 交给了中华民国 他把他所有的疆域 把他所有的资源 都完完整整的交给了中华民国 而为什么能够这样做 这显然就是一个天下理论的结果 我们对比一下前苏联 前苏联一旦崩溃 交给俄罗斯的是什么 就是俄罗斯人住的这块地址 对吧 前苏联的所有的加盟共和国 全部独立了 对吧 所以我们的新法字典一翻 多出十四个国家了 一翻后面 俄罗斯就上前俄罗斯 幸好俄罗斯本身比较大 还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 这是因为什么 他理论不一样 他是民族理论 既然分家了 那就每人拿一块走 每人都拿一块走 而且他还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因为他的核武器 不光在俄罗斯境内 乌克兰还有核武器呢 那这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民族理论 必然导致大帝国的分离 而文以复兴之后 才带来了西方民族国家的产生 西方的这些国家 一个个都怎么产生 这些国家历史都很短 你说德国什么时候产生 德国现在是一强国嘛 德国就一百多年的历史 德国怎么出来的 意大利怎么出来的 先有文学 先有了一批优秀的文学家 用当地的语言 写当地的文学 然后就产生了这么一群人 他们有了一个共同体的认识 咱们是一伙的 咱们是一伙的 那么别个人 那些大作家 像什么哥德拉 这些人都有介绍 那么我今天还带来一个 丹麦哲学家 丹麦文学家叫霍尔堡 他是丹麦民族戏剧的奠基人 这个霍尔堡 我不知道在座 有没有人读过他的作品 他写过 让德法郎氏 山民耶比 六月十一日 贫穷与傲慢 这个霍尔堡 他是生于挪威 移居丹麦 走遍了欧洲 具体的生平是不一样 欧洲几乎都走遍了 也就是说欧洲 这个语言之间差别并不大 就一个普通的人 可以熟练掌握欧洲七八种 甚至十种以上的语言 就像我们一个中国人 可以会说广东话 可以会说四川话 会说山东话一样 那么他这个最后 就是坚持用他们家乡 那个地方的语言 来创作维修作品 那个家乡的语言 就叫丹麦语 以至于就被这个 丹麦另一个伟大作家 安徒生推崇为 为祖国自由独立而战斗的 伟大的战士 对丹麦这个作家 恩格斯马克斯 对别人都是否定的 只肯定这一个人 就是霍尔堡 你看这个恩格斯说的 丹麦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资料 正如获得物质资料一样 因此丹麦文学 括号除了霍尔堡以外 实际上是德国文学 拙劣的翻版 这句话既是对整个丹麦文学的否定 但是否定之类 否定之后 只有一个人肯定了 就是这霍尔堡 有了霍尔堡之后 才有了丹麦 所以一个作家经常 我们看到他是民族英雄 作家能成为民族英雄 是因为他确立了这个民族的文化 霍尔堡对丹麦是这样 伯加丘对于意大利 哥德对于德国 都是这样 所以说政治大国 必然先是文学大国 用自己的语言 写自己的故事 这个国家才站立起来 今天的中国 为什么站立不起来 我们的作家用汉语写美国梦 对吧 写的不是中国人民的故事 有的作家很委屈 说你们为什么不喜欢我的作品呢 我的作品写得很好啊 我点灯熬游 写了好几年的长篇上 为什么不看呢 作家确实有辛苦 但是辛苦不代表成就 正像每年人家说 孔老师 你为什么年纪到挖春晚呢 我们怎么那么不容易 我们天天吃盒饭 在这练了一个多月 不是辛苦不代表成就 我们最后要看的是结果 中国这个作家 不能写出中国当下 发生的人民的这些苦难 悲欢 所以大家就不喜欢中国民族 那么中国先秦的时候 地方色彩比较浓 从汉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 地方特色越来越少 到了明清出现了小说之后 地方特色开始出现 特别是金平梅 红红梦这些小说 基本上奠定了 汉语中北方官化的地位 为什么我们今天北方化是普通话 不是说因为北方人多 北方人比南方人多到哪 我也没看出多多少 要是从汉语的发展史上说 南方化才是典雅的古代汉语 我们去查很多古代汉语的根源 都得到南方化来查 你要是拿曲艺比曲艺 南方曲艺更高雅 你听听平坦 我这两年很喜欢听平坦 你听听平坦和大鼓就知道 你比较一下乐句和平句 你比较一下乐句跟河北邦子 你就知道 南方的这个戏曲和曲艺是更高雅的 但是由于你在文学中落后了 人家《红楼梦》是用北京化写的 金平梅是用山东化写的 这个文学的力量还太厉害 那么我们也有用南方化写的小说 但是流行不广 有用苏州化上海化写的小说 还有用广东化写的小说 这流传不起来 或者说那个小说本身的力量不够 那个张爱玲非常推崇的海上花烈乱 那个里边 那个语言很有意思 那个里边的所有的妓女 说的都是苏州化 然后妓女之外的人都是官话 那他导致什么现象呢 就谁也不敢说苏州化了 对不对 他排了一个语言的秩序 他有一个语言秩序就在这里边 就是说这个低层次的人 他说苏州化的 其实呢 你要是排除这个偏见 你不去想他的身份 你单独看里边写的那些苏州化 非常生动评向 就那些妓女苏州化 那真是生动极了 但是就因为你家 一旦考虑到这个人物的身份 这个语言的这个权力等级就被放低了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文学 他就制造权力等级 就这么制造出来 他说反过来就好了 妓女都说官话 当官的全说苏州化 那苏州化地位就高了 那地位就高了 那么现在民族国家是在中国 这个进入中国这个观念是一百多年的时间 我们中国不得不接受西方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模式 因为你是一个天下观念 可是人家不是天下观念 天下观念的前提是 给他老婆送问吗 这不行 就是大家都得是天下观念 可是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 大家都以民族国家理论相互对待的时代 处在一个丛林法则的时代 既然有丛林 那就必然有法则 这个法则是迫不得已的 法则的前提是互相承认都不是人 互相承认都是恶的 互相承认彼此有禽兽性 而我们现代文学 我们讲现代文学的时候 我喜欢把现代文学讲得特别高辣 现代文学是有他很有成就的一面 那么现代文学才有一个功能 就是要组织现代中国 要组织的这个现代中国呢 不是一个天下的中国 为什么 因为我们被人打得很惨 被人家打爬下 立起来再打下去 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 现代文学要组织的是一个抗暴的中国 一个能够站起来的中国 一个富国强兵的中国 富国强兵好不好 当然好啊 但是它不是一个高级的文化理想 高级的文化理想不是富国强兵 可是你如果国不富兵不强 你连低级的状态都维持不了 何谈高级呢 所以为了走向高级 要经过富国强兵这一关 所以从鸦片战争到新丑条约 到辛亥革命 再到国民党共产党 几代中国人完成的是一个 富国强兵的任务 洪秀全 孙中山 蒋介石 毛泽东 邓少平 完成的是这个任务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不是中国人民的最后任务 这样的一个世界 大家都富国强兵的世界 你有一个原子弹 我也有一个原子弹 这不是一个好的世界 这不是理想的世界 现代文学作品好不好啊 现代文学作品非常好 但是谁愿意活在现代文学作品里边呢 鲁迅的阿Q正传当然好 谁愿意活在阿Q正传里 谁愿意活在雷鱼里 谁愿意活在紫叶里 谁愿意活在路透祥子里 那个作品写的越好 就越证明那个时代越糟糕 那个时代是不好的 我们那些优秀的作家写了这些优秀的作品 是为了否定那个时代建立起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 这个国家到底现在建立起来没建立起来 我们还在争论中 但不论结论如何 这都不是一个理想的国家 我们现在的人 特别是在座的这些 有理想有追求的朋友们 我相信大家需要的是团结起来 追求一个人类的天下的目标 用我们这个会场的话说 叫复兴社会主义伟业 我希望不仅仅在中国复兴 而是在全世界能够复兴社会主义伟业 孔老师 刚才您讲到一个军港街的时候 我想到一个宽容这个词 就是我们最近二十年 我们看到右派对左派是一个都不宽容的 那么如果左派有机会继续全世界掌管红题的话 左派会不会像是主派思乃讲那样 通过文字来改变人的思想 所以主完全控制人类的环境 这种情况可能思想上是掌握的 但是不是说能性上会比较 你提的问题我非常赞赏 你提的问题也是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最近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我这两天也说了 就是这两年我看到人民在不断的觉醒 特别是2008年以后 中国人民首先是美国梦破裂了 然后是我们看到80后的成熟和成长 那么今天包括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会议 都说明中国这个 你说的这个左翼力量的成长 那么在这个同时呢 我就看到了有极左的声音已经出现 当然从辩证法的角度说 极左是极右激发出来的 有极左一定会有极右 有极右一定会有极左 但是呢这种现象不得不令我们担忧 有马克思主义的极左 也有民族主义的极左 我都看到了 那就刚才我讲的这个天下理论 其实背后就包含着这样一个质疑 假如将来 我们自认为很正义的力量胜利了 我们要办什么 将来我们这个打败了美国的霸权 推翻了美国的霸权 是不是要搞一个中国霸权 这个问题是我们提前就要思考的 就像毛泽东当年 这个让全党去读假生三百年纪一样 就将来我们进城之后干什么 我相信 美国做村长的这个时代 不会很长久 因为他不光是我们中国人民不喜欢 美国人民也不喜欢 大家活在这个秩序里面 活一点都不好 那么是不是我们要换一个人 当这个村长 跟美国一样 由于我们中国人受了很多的欺负 所以会自然的产生这个报复心理 比如有人说 他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将来我们搞个东京大屠杀 这个情绪可以理解 就是话说的过分可以理解 但是绝不能这样做 绝不能这样做 是从今天开始就应该有这个警惕性 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可以怎么骂都行 但是你心里想到 要知道这都是假的 中国文化就是 不是说一般的宽容 是更好的准确的词是融合 宽容的还有点看不起的意思 在里面 不是说我这个 我本来看不起你 我压抑着我的话 是说 是通过交流来真正的互相融合 你看这个中国中国的这个文化呀 不同的菜系不同的语言 在一起交流之后 都能够产生新的东西 那么我希望这个当这个世界 比较理想化一点的时候 我估计大概是在我们建国一百周年左右 如果理想化一点的时候呢 能够文明与文明之间形成这样一种健康的沟通 这个健康的沟通呢 有点类似于我们春秋战国期间的那种各国的沟通 齐鲁烟寒赵卫勤 这人员可以自由流动 人员可以自由流动 文明可以这个互相这个借鉴 是这样一个方式 而绝不是谁灭了谁 强迫人家过自己的这个日子 那个文革中有一个极左的错误 就叫输出革命 就是你自己搞革命 你不能强迫外国人也读毛泽东中语入 这就是做错误的 比如说让人家外国大使馆 也让人家读毛泽东去语入 这就不对 就是输出霸权是不对的 输出民主自由是不对的 输出革命也是不对的 这个东西 你刚才说的这个人性 人性是要自愿的 一定要人家自愿 就我们今天有些领导老说 这个有谁谁谁煽动人民上街游行 人要不自愿是煽动不起来的 你煽动了之后呢 很快五分钟就会凉下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 我还是觉得 中国以儒家为核心的这个文化呢 它是非常温暖的 是真的合乎人的本性的 好 华尔人要向您请教两个问题 好 第一个 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一旦接触了外国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理论体系之后 他总是咱们咱们排除那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大部分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 总是那样的尊重 宣扬他们的那一套东西 反过头来 就对自己的五千年的文化 传承道德观 世界观 价值观 进行诟病 诋毁 不管是有意的 无意的 人有的甚至是很恶毒的 这是一个想请教 为什么这个知识分子会有这个情况 第二个想请教呢 就是说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 唤其工农千百万普行干 是吧 那他还有 有理论 有行动 他知道该怎么干 您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呢 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些 对吧 对 那么 我想请教 我们 唤其工农千百万 怎么干 这两个问题呢 在我理解呢 是有关联性的 谁来唤其工农千百万呢 要靠知识分子 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恰恰出了问题 其实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 也在那里唤其工农呢 是吧 那些右派 那些民主自由派 那些普世价值派 包括其中包括的少部分汉奸 他们不也天天在做启蒙工作吗 啊 他们占领了中国大多数的都市媒体 他们就在唤其工农千百万 他们唤其工农千百万 比我们唤其的要好 这个我们要承认 而且人家怎么办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很简单 就是推翻共产党暴政 给美国大兵带路 非常简单的嘛 就是他们这东西是老百姓一听 就不用动脑筋 跟着干就行了 所以呢 我说呢 我们不要盲目乐观 总体上现在仍然是白色恐怖 就是我们今天 你不要看这么多的人 其实只是干水那边红一角 对吧 只是干水那边红一角的这个问题 普天之下还是白色恐怖 而且我们还真的 没有很好的理清楚 怎么办的问题 那么先说这个中国知识分子 我们这一百年来啊 有的时候我有点宿命论 鸦片战争以后 也许这个上仓 就是要让中华民族倒霉 因为我们这一百多年 遇到的问题 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我们历史上 不论多少次被人家的军事上打败 我们的在文化上从来没有投降 是吧 就是你文化上打败我 最后文化上你还得听我的 我还得同化你 是吧 你不用我 你就当不了皇帝 而这个鸦片战争以后 慢慢慢慢一开始 我们还能抵抗 到后来呢 就是这个真正的投降 不是海关被人家管了 关税被人家管了 是这个文化被人家管了 这个真的出了大问题了 那么我想从这个从根上讲 可能是一个风水轮流传的问题 就是该到该中国倒霉了 该你倒霉这么一百年二百年 那么具体说到这个理论问题 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天下有关系 中国古代所有的问题都建立在天下理念上 因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一个自信 这个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今天的人都记错了 记相反 记错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是我们今天的说法 顾炎武的原话不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国家不重要 国家在古代人看来 国家是皇上他们家的 就是他们家被推翻就推翻了呗 天下没变就行 什么叫天下兴亡 就是这个礼仪廉耻不能坏了 人要讲道德 不管谁当皇上 这个看见路边的小月月 得把他放起来 这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不过要我讲的是这个意思 可是我们这一套东西 之后被人家打败之后呢 就我们一步一步 用了八十年的时间来否定自己 就是从那个 亚天战争以后 一直否定到太平天国 否定到同龙会 否定到五四运动 一直到五四运动之前 这八十年 我们中国人慢慢慢慢就认为 中国什么都不行了 一开始认为的是物质条件不行 器物不行 后来认为是制度不行 到最后就认为 中国人什么都不行 就没有好处 然后是到了这个 五四运动之后 重新整理传统文化 慢慢慢慢又恢复了自信 在这个恢复自信的过程中呢 还要贬低一部分中国人 贬低的是公共群众 就认为我们知识分子还行 但只是公共群众不行 那么这个案又到了1942年 毛泽东在延安文伊特兰汉上讲话 才重新确立了一个人命观 所以我们这个走向 这个由这个民族国家理论 走向天下理论 中间有一个大的中介 就是毛泽东的人民观 这在毛泽东看来呢 不能简单的运用传统文化的一些概念 毛泽东发明了很多新的术语 这些术语表面上看上去是马列主义术语 其实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些术语 比如人民 就是毛泽东的这个人民理论 是马克思那里没有的 是马克思 马克思都没有的 这是毛泽东独特的一个理论 就是这个人民天下观 是这个人民天下观 可是呢 由于这个毛泽东的这个人民文化事业呢 他半途而废了 就是文革最后没有成功 但是文革跟我们留下了火种 文革跟我们留下了火种 毛泽东文革一个非常明显的目标 就是要改造知识分子 其实改造知识分子 这个问题呢 鲁迅都提出来 鲁迅他的一身的经历 就是批判中国知识分子 但是鲁迅他没有行政能 没有行政权利 他只能是在文章里批判 毛泽东有了行政权利可以执行 毛泽东叫动真格的 要改造知识分子 但是由于没有改造成功 这个反而知识分子呢 对毛泽东对革命历史充满了仇恨 就是1979年 十一月三中全会之后 这个被再一次解放的 这个知识分子 是怀着百倍的仇恨 来看待以前的历史的 他们不能理性 加上当时那些被平反的老干部 当时的老干部 都觉得受了很委屈 受了很多委屈 是又过了十年八年之后 他们才稍微的理性下来 他们才稍微的理性下来 说到接触西方文化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在我看来 我们的知识分子呢 也没有很好的接触西方文化 其实我们要承认 二战以后 这个西方社会呢 有了很大的进步 长度的发展 和我们经典马列主义 所讲的这个资本主义 有很大的不同了 比如我中学的时候 学这个政治 学历史 我就有问题给老师提出了 老师不能解答 我说这个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都说了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那帝国主义它怎么还发展的 越来越好呢 这无产阶级怎么老不发生革命呢 那老师不能解释 后来到了大学呢 大学老师水平比较高 他解释说是因为科技的发展 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 科技是生产力 也不是生产关系 是吧 你科技再发展 他也没有解决公文阶级被剥削的这个问题 那后来我自己就想这个问题 我想啊 这个西方社会的之所以有长度的发展 正是因为马列主义的发展 就是我们今天看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我们的媒体从来不介绍 在他们这些国家 马列主义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你别看它是资本主义国家 实际上它工会的力量 它大学里左翼教授的力量非常强大 而我们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 其实社会主义的学者没有说话的地方 我们恰恰是白色恐怖 在我们这里竟然什么帝国主义 汉奸这样的词都会被删掉 在美国怎么可能的 不会 就是美国正因为它马列主义比较强大 工会力量比较强大 所以是马列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 就马列主义使它的这个社会左右相对平衡一点 就左翼力量能够牵制资本家 所以他资本家每一次他都要考虑给 他就发展企业的时候 他要考虑给工人涨工资 就他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 很长时间能够维持到不破裂 就维持到一个彼此都有面子的这样一个程度 而这些情况我们的知识分子跟我们的学计 根本就没有进行过研究 我们那些知识分子以为掌握着西方文化 其实不是西方文化 或者说不是西方文化的精髓 有的是人家在抛弃的垃圾 比如说全世界都在批判新自由主义 就是美国英国法都在批判新自由主义 恰恰中国掀起新自由主义的热潮 全世界都在批判市场经济 都在股票计划经济 我们中国在批判计划经济 在搞市场经济 现在在欧洲最畅销的书是资本论 你看中国书店里外资本论吗 就是我们所接受的那个西方文化 是被南方汉奸暴戏 所歪曲涂抹控制之下的那个西方文化 不是西方文化的本来的面目 谁真正掌握了西方文化 我认为毛主席他是真正掌握了西方文化的精华 那么今天来了很多高校的同学 我们把第三个问题让这位同学代表高今天来的一些高校的同学给孔老师提个问 我想在座的朋友有没有意见 没有 谢谢啊 孔老师您好 感谢您的演讲 让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第一个是您认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同样毛泽东思想 谢谢 我对于那个毛泽东思想没有这个考虑过做一个很好的界定 我觉得那个邓小平他们概括的那个概念基本是可用的 就是不是毛泽东所有的想法都是毛泽东思想 是那些被革命历史事件所证明的系统化理论化的 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是他的内容 从他的产生上说呢 我也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从这个理论概括上说我没有什么别的意见 但是我特别反对的是在现实的写作操作中 我们做的恰恰跟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概括是相反的 现在只要讲党的历史 讲其他领导人 讲的全是攻击 只要你讲到毛泽东 一定讲错误 这非常奇怪 讲任何一段历史 从这个建党开始讲到建国 讲到文革 讲其他领导人 你看我们这个其他领导人的回忆录 有缺点吗 没有缺点 一个一个都是好人 没有一点缺点 一讲毛泽东一定要讲他犯了什么什么错误 这种历史写作方法 在学乎上 当然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那柯特朗平自己的概括也不一样 那这个党很奇怪 别人都是圣人 就毛泽东一个人老犯错误 那我们这个成就是怎么取得的 然后呢 罪恶都是林彪四十帮的 一定是林彪四十帮有罪恶 毛泽东有错误 别人全是圣人 那这个 这是对毛泽东思想最大的这个歪曲 那第二过期你说 我们现在怎么样去弘仰毛泽东思想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要大张旗鼓 大张旗鼓 堂堂正正 因为据我所知 全国的不论是这个左派还是右派 只要是这个有良心的人 基本上都是赞赏毛泽东的 有越来越多的人 即使他曾经反对了毛泽东 就是这两年我看的趋势都开始改 怎么说呢 改变方向 肯定毛泽东 当然对毛泽东的评价呢 存在着很多差异 比如大多数人呢 还是认为毛泽东文革是错的 但是其他的部分都是对的 我觉得我们呢 要搞统一战线 不要这个关门主义 只要这个人 他肯定一点毛泽东 我们就应该跟他交朋友 他哪怕是肯定毛泽东一件事 因为人的私下是可以变的 我交朋友是不看立场 只看人品 这个人人品不好 他今天不论他多么说 喜欢毛泽东喜欢共产党 他早晚会成叛徒的 这个人人品好 仗义 讲义气 他即使思想认识跟我们不一样 他会百变的 他只要实事就实 他思想会变的 我是亲眼看见我周围的人 包括一些很好的朋友 他这些年思想是怎么变化的 那么现在我看到中国很多官员 他出来公开的 拥护毛泽东 赞美毛泽东 还有很多企业家 也明白了 要赞美毛泽东 我说你们原来这个企业家发财支付了 就知道感谢邓小平 我说你好好想想 要是没有毛泽东 你能发财支付吗 假如现在你把共产党推翻了 你的钱就更安全了 还是更不安全了 你想一想 所以他们就从 哪怕从自私自利的角度 拍拍良心 他们就知道 真正应该感谢的是毛泽东 所以只要我们大张取鼓 堂堂正正的去讲 你要相信这个 真理 他是会 非常有力量的 争取人心的 好 那你我们整个情供环境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时间还稍微有一点 因为我们接下来 还有一个环节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你刚才那个总结的 就是这样说可以吗 毛泽东思想就是 全民 怎么说 就是破除小我私我 然后全新权因为人民服务 这样讲可以吗 不全民 这只是一个部分 毛泽东思想 我觉得 我如果 怎么说呢 不用很学术的语言 用我个人的语言 我觉得毛泽东是 人类 几千年历史上的 排在第一号的 应该是圣人 毛泽东是一个圣人 把毛泽东只看成 某一个领域的思想家 李伦家恐怕都是对毛泽东的窄化 比如我们过去只说 毛泽东是在马列主义发展这条线上 把毛泽东放到一个坐标上 怎么怎么发展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仅仅是发展马列主义吗 不是 我认为毛泽东是发展了全部人类的哲学 毛泽东讲的很多话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他们捆在一起都没有讲过 人怎么生活 就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怎么读书 怎么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用品怎么发配 毛泽东全都讲过 村上的人死了 开个追悼会 这样的话听了都让我们流眼泪的 就世界上有哪个人 把人类的生活方方面面指导的如此详细 所以他绝不仅仅是为人民服务 不人民服务都拟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经济思想 政治文化教育 所有的方面都讲得非常好 我家里有好几本毛泽西语录 这个当年这个语录编的很有学问 他都是按照这个毛泽东论述的对象编的 毛泽东论妇女问题 毛泽东论干部问题 一个一个都编好了 材料编好了 你可以拿来现场去写过论文 说是论文了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证据家叫亚斯贝尔斯 他发明一个词叫大权 我觉得毛泽东思想就是人类文明之大权 这样好了 我们刚才都是女同志 那么我们再给一个男同志 不要 不要 空老师 你好 我是一个七年高的 主席呢 主席 我住这的时候主席也快要走了 我们要去了 我也不知道 在现在的政府宣传当中 就是说邓小平是我们第三代核心领导 第二代 第二代 不是我惨过了 他根本没有让任我们这个党中央书记 跟国家主席 为什么要称呼他是我们的核心领导 他当时是不是正病上来的 好 我来谈谈我再看吧 你好 好 谈谈我再看 虽然你是用口语了 很随便的提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那么近年来我看到一些学者写过 写过那张探讨 比如说我们这个党内啊 国内啊 流行的这样一种说法 第几代几代领导人 这种说法目前看起来呢 是一种印象式的说法 它不够科学 不够科学 我咱就说邓小平本人嘛 邓小平怎么能算第二代领导人呢 邓小平是第一代领导人啊 他是参加了我们共和国建立的 那一代开国功勋 你不能只说毛泽东一个人或者毛泽东都得是第一代啊 对啊 就是刘邓十大元帅那一代人 共同打天下的 他们都是第一代领导人 对啊 就这样说的 就是邓小平起码是第一代领导集团的啊 那么什么叫第二代第三代 你不能说换一查就叫第二代 对吧 你说换一记换一个书记就叫第二代了 那这样换一个书记 那我们现在到习近平是第五代了吗 那没有啊 啊 什么叫第二代什么叫第三代 得是隔一代人 对啊 得是隔一代人啊 比如说我们说红二代 红二代这代人才叫第二代领导人啊 比如说这个习近平算红二代吧 习近平同志的父亲是这个习仲勋 习仲勋是第一代领导人啊 对吧 习仲勋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 所以他的儿子习仲平才是第二代人 不是习近平才是第二代领导人 比如到十八大之后 按照这个中国人一代一代的时候啊 这才是第二代啊 当然第一代我们不去不去纠缠这个概念 就说这个邓小平当时啊 他是一个叫做什么 我们古代以外叫白衣青枪 他是个白衣帝王啊 就是他实际上不就那个位置 但是他掌握那个权力 那么这再一次呢 这个例子可以用了 我觉得可以政治学上课用 叫什么是权力 权力不是位置 你要是没有 权力是你掌握的实际的人际关系 你要掌握不了那个人际关系 你就了那个位置也没有用 比如说英明领袖化主席 我当时都喊英明领袖化主席 人们想到化主席很快就不是主席了 为什么 他没有掌握那个人际关系 所以人家喊你化主席也没有用 很快就把你搞下去了 人家这个小平爷爷什么也不是 人家是一个老百姓 但是老百姓可以决定全国人民的命运 对啊 那这是一个事实 对这个事实怎么评价又是一回事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政变问题 那么我看到一个材料 是说当时陈云同志对这种处理方式呢 表示了不同意见 表示了意义 因为就是用这种方式处理党内矛盾 陈云认为非常危险 这个先例不能开 这个先例不能开 就是党内的任何分歧 不能动用军队 不能动用暴力 比如说当年我们说这个张国焘 为什么身败名利 就是他企图用暴力手段解决路线分歧 当时这个中央要北上 张国焘非要南下 后来不是批判张国焘逃跑路线吗 那是批判 批判归批判张国焘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 毛泽东有没有说 等张国焘到延安的时候 我就逮起来 没有啊 你该当什么官还当什么 我必须批判 通过批判 最后大家举手投票 把你卷下去了 这都是我们今天用那个法学家的话说 叫什么程序正义 是吧 包括党内所有解决路线都能放 全部是程序正义 包括文国中处理刘少奇 都是按程序的 没有一件事不按程序走 那么只有这件事 这件事我开始不是讲了文学的厉害吗 大家都不去想法律问题 都想粉碎四人帮 啥叫粉碎四人帮 这是个法律词吗 这是个文学描述 但是文学描述真的厉害 它这么深入人心 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五个字 粉碎四人帮 这四人帮就被彻底丑化 啥叫粉碎 把一个人弄成一个碎末子 叫粉碎呢 所以说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它非常危险 就是你们几个中央常委 不同意那几个中央常委 然后你就把人家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再审判 那这不是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例子 我不敢想象今天 假如今天某几个常委也这样做 把另几个常委抓起来 然后审判 说你们违背了科学发展观 这国家不乱套了吗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 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 我刚才说的 我看到的关于陈云同志 这材料是否属实 又没有得到证实 我看到陈云同志说 跟小平同志提了这件事 小平说下不为例 说到这个下不为例 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 那么大家就坐着不要动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 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互动环节结束之前 我们有三位网友 他们有要想表达一下 他们的心意 那么首先我们请 就请这三位网友 把他们的心意 赠送给我们的洪老师 那么首先第一位 是来自江苏泰昌的 王 王峰一家 来 你们有什么 首先是看见孔老师在那个 第一视频吃中饭的时候 老师很简单 所以我想带点我泰昌的这个特场 希望孔老师能够喜欢 感谢泰昌的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位 那个陈韵陈韵汤 对对吧 他也有 他的 这个不是特 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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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也是这啥 也是这啥 好 这个太厉害 这位这是中国最辣的辣椒酱 对吧 这个海南辣椒 对吧 我昨天从三亚 海南辣椒 几个朋友都随便喜欢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是最辣的辣椒 咱们不上台的 好 好的 那个我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感谢你 吃不得辣椒 那我们得给命 非常感谢这位 谢谢 谢谢 我找我 能帮我找他向你 我向你 好 稍等一会 我们接下来 像白盐酥 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没有 最后一位叫马盐 那个 马盐酥是吧 还没错 来 来 来 佐 5 多 还有一位 还有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 还一会一会 来 这个 黄老师 有 这个是 老花 老花 带来这边 红椒碎 这 这个是我们前 我们前几天 在山上 自己挖的 嗯 这个 我为了 把这个 这种老花 我从来没有挖到过这样一个很多土品像的这一棵 这棵已经是有品了并且已经有益了 嗯 我也是 也是运气了 也就是为了董老师来 这个核兰花的自己就掉出来了 然后已经开花 给它把它给掐开我 背里咽一咽 结果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花还是不错的 多谢多谢多谢 这个已经有品像并且发叶草上已经有益了 好 这也是 不一表达我的感动 那么 最后我们有位老先生 他有两本 两本书 我把孩子送到你那儿向你学习 多谢多谢 多谢 好的 这位老先生 董老师 你好 你好 讲这个抗美援朝着你讲得很好 你讲得很好 这个去年我们纪念抗美援朝着 这个都在六十年 出了本对口来说 出了本对口来说 出了本私次集 还有我的一本私次集 你个人大 多谢多谢多谢 好的 我一定会去拜祝 多多指振 我一定拜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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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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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